好消息,自己穿越了,坏消息,物种不对,是指僵尸,好消息,不出意外的话,自己能永生,坏消息,外面全是九叔,全是九叔,来自蓝星的灵魂穿越到九叔世界,还变成一只平平无奇的僵尸,还没有系统,为了自己的小命,果断跳返,进入九叔阵营,有了茅山身份证,诸天万界都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地,跟着万界圣尸混,也不丢人, B一张穿越成僵尸一座微微隆起小土包内,冰封只感觉自己整个人被压住,喘不过气来,身上还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但奇怪的是,自己居然没有被憋死,甚至不呼吸也没什么问题,想用手撑着身体坐起来,却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十分的僵硬,就好像骨关节都连在了一起,强行抬起两只手,似乎听见滋辣的一声,随着手臂的离开,身上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流到身体旁, 这是泥土,自己被活埋了,心中想着却说不出话,已经暴露在空气中的双手奋力撑的,自己整个人就站起来了,我是怎么起来的,我的喉咙又怎么了,林峰当时只感觉自己身体一清,身体就飘了,等回过神,就已经直直地站着,仔细检查着自己的身体,却模模糊糊地看到几团白毛,就很奇怪,明明是黑夜,还没有月亮,没有光,自己居然也能看到点东西, 莉也完全没有前身的记忆,但估计才死的最多两三年,勉强还新鲜着,不过为什么就能看到东西呢,难道是自己穿过来的原因,伸出双手,或许是本能激发,指甲快速生长,同时嘴上还长出了两只獠牙,好,林峰一声低吼,脑子已经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变成僵尸了,这可真是,太好了, 秦始皇都没实现的永生,自己就这样完成了,虽然代价有点高,但多少也是低配版的永生,只可惜暂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世界,外面有没有什么大佬,会不会把自己顺手当成了功德? 回头看着那个人行坑,依稀还能看出有块草席,埋得还浅,看来前身死得挺草帅的,正准备趁着天黑,找个山洞躲着,这片树林即使在密,到了白天太阳出来,自己绝对要没,还没走多远,就感觉到一股压力,好像整个人,整个事都被压制了,只见不远处,一只东西在往自己这边蹦,等他进前,才看清楚,也是一只僵尸,浑身黑毛,还穿着破烂的像满清官服的僵尸服, 身上还被细线缠绕,让他双手都伸不直,那黑将越看越眼熟,这不是任老太爷吗?所以这是九叔世界了,这时候,任老太爷也对着林峰一吼,好,僵尸玉跟着我,很神奇,林峰听懂了,体内总有股压迫感,也让自己服从任老太爷的命令,这就是高等僵尸对低等僵尸的压迫嘛,要不是自己穿进来,可能真就无条件服从了,但现在, 林峰还是决定听任老太爷的,不是从心,而是要跟着他找到那个可以落脚的山洞,还有那只大猩猩腰也不能浪费,于是林峰跟着任老太爷蹦,一直到两个山洞之前,那任老太爷只是伸出头,鼻子一嗅,就选好了山洞,进入洞内,任老太爷又是一吼, 好,你去守着洞口,林峰冲着任老太爷重重的点头,腐朽的脑袋瓜上下晃动,在任老太爷的尸气注视下,走到洞口附近,倚靠着洞壁,实力上的差距有点大,万一打不过就不好了,自己或许能智商压制,但是那任老太爷估计能全方位压制自己,等他睡着,再不讲伍德的偷袭,偷袭他的死了20年的老尸体, 现在或许是找到了躲太阳的落脚点,那任老太爷放松之下,开始发抖,全身一颤一颤的,九叔还是给力啊,带着两个坑队友还能把这僵尸打成这样,而现在,自己连任老太爷都不如,遇到九叔那岂不是更加白给,但是假如一不小心,偶遇大师兄时间,估计闪电奔雷拳,可以教自己做师,就算不是大师兄时间,那遇到其他的道士,自己基本上也是白给,所以只能跳反了, 九叔还好,不确定是之前还是之后,养过小僵尸,那像自己这种有灵质的僵尸,应该也没问题 八,没想到宇宙的尽头,也是考编,只要能跟着九叔混个茅山编制,那还有谁会随随便便把自己当成功德应得,只能赌一把了,小命安全就看这一把 大不了,等熬死了九叔,自己又自由了,实在不行,再保护他转世和他儿子,也没几十年 就目前而言,林峰别的本事没有,就算能活,不知道看的哪本小说,还有给九叔当护道灵尸的,林峰也决定这么干 拿着茅山身份证开始浪,跟着九叔,四舍五入自己也是茅山弟子,在四舍五入自己也是三清门下 再在四舍五入自己和道祖有关系,如果可能的话,真想和九叔说一句,我穿越成僵尸了 可能是身为僵尸的原因,才想了这么点,就已经天亮了,站在洞口,明显的感觉到不是 蹦回洞穴深处,看着已经熟睡的任老太爷,林峰感觉有点诡异,僵尸也要睡觉吗 定下心神,林峰也吸了几口气,这一口气,就让林峰那快要掉出来般的眼珠子亮了 真是阴气,那老家伙居然都不提醒我,看来他也只是想暂时利用我 可能是等级压制,才让他这么放心的让我给他看门,沿着洞穴内安静的探索 找一个合适的石头,不需要很大,大的也没有 只需要塞住任老太爷的嘴,自己就有时间放心的吸他 身为僵尸,动作缓慢,两久才找到一个兼具长直印的石头 估计都能直接捅到任老太爷的喉咙,还能刚好卡住他的牙齿 又跳到任老太爷脑袋附近,趁他还在睡,强忍下等级上的压制,给自己打气 区区一个受伤的僵尸,难道还怕他 将手中的长直印尸,插入他的口中,嘴上的疗牙伸长,戳进任老太爷的肚子 没敢咬脖子,只有肚子上,才安全 吸溜,林峰吸了一大口,任老太爷被惊醒,就感觉有什么硬物卡住他的喉咙 身上还趴着一只僵尸,自己阴气和湿气还在源源不断的被吸收,好 任老太爷再吼也没把石头吼出,林峰的一只僵尸手还顶着那个石头 九叔特产的墨斗线,依然坚挺,还继续限制着任老太爷的双手 第二张护道淋湿,任老太爷暂时挣不开墨斗线,也没法摆脱林峰的嘴 全身的力只能集中在牙齿上,一口就把石头咬碎 林峰早有准备,把剩下的石头碎块,全塞进任老太爷嘴里,手往下缩一点 顶住任老太爷的下巴,连手都不给他咬 湿气和阴气,不断的从任老太爷肚子,涌入林峰体内 身上的白毛开始生长,又脱落 接着又长出更硬的绿毛,绿毛脱落一半,又长出一半的黑毛 林峰原本干瘦的尸体,已经变得健壮 脸上也不再腐朽,要掉的眼珠子都回归原位 而任老太爷,就像泄气般,整个屎都干瘪下去,重新变成死了二十年的尸体 直挺挺的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身体,还是一如既往的僵硬 但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速度都远胜从前,猛的转身,抓一只逃窜的老鼠 就吸上第一口血,暂时压下了自己嗜血的欲望 或许是这老鼠不一样,林峰的视线更清晰了 继续躺在这洞穴内,吸收音气,等待一幕降临 午夜,林峰蹦跳出洞穴,学着那任老太爷,向隔壁洞穴一秀 很快就感觉到一股嗜血欲升起,里面的大猩猩腰很香 那只大猩猩躲在洞内瑟瑟发抖,昨天就感觉到一个恐怖的存在,带着一个跟班降临 今天果然来了,来要他要命了 洞穴之内,林峰朝着大猩猩蹦去,把那大猩猩逼到角落 就在那大猩猩走投无路时,林峰主动袭去,双爪插入大猩猩体内,口中长长的湿牙 咬在大猩猩的脖子上,滚滚的腰气混合着温热血液,一同流入腹中 不一会儿,大猩猩也干瘪下去,成了一个皮包骨 眼中的生机也随着血液的流逝而消逝 好,爽 变成僵尸后,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轻松,就接受了吸血 而这次满满的吸一顿,是那么的爽 只感觉自己浑身舒坦 尤其是这妖气和惊血的混合,林峰明显的发现,自己的湿气又增加了许多 身上的绿毛已经有八成转换成黑毛 李智的压下内心的暴力,朝着自己心中最不敢去的方向,一直蹦 一桩,紧闭着大门 可能是午夜,此刻或许都在睡觉 李猫的敲下门,只听见吃一声,林峰的手指就插进了门板,还差点把门板打破 我去,用太大力了,九叔会不会因为我把门板打破,就让我去死呢 虽然门开了,但是为了拿到编制的林峰,还是没有主动进去 只是在门口尽量温和的用僵尸语传话 啊呜呜 九叔,我需要你的帮助 九叔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 嘴里还尼喃道,起了,居然梦见一只僵尸找我帮忙 门口的林峰怕他们没听见,又尽量温和的喊了几声 九叔睁开眼,一把掀开被子,快速穿好衣服,拿上装备 居然不是做梦 文才和任婷婷也被完全吓醒,默契的跑到了九叔的房内 师父,有僵尸 九叔,是不是我爷爷来了 九叔拿好陶木剑,浮串,八卦净能法器,你们躲好,我去看看 他也想确定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什么时候他林峰 09的大名都传到了僵尸圈里 也想看看到底是多大胆的僵尸,敢主动送上门来 依然还在门口的林峰,等了一会就看到了九叔全副武装的走来 生怕九叔直接斩妖除魔,赶紧喊道,啊呜呜 九叔,冷静冷静,我叫林峰,和你也是本家,是一只普通的僵尸,有灵质,从不吃人 拿着头目剑差点就要施法的九叔,听完这僵尸话也愣了,这僵尸还真能交流 不是自己听错了,但九叔还没有放松警惕,看着门边的林峰 嗯,门被打坏了,可恶的僵尸,记住你了 林峰见九叔还没回话,尝试着把一只脚挪进门槛,又轻轻的吐出僵尸语,啊呜呜 九叔,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是一个普普通通寻求帮助的师 九叔也目光复杂的看着林峰,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师 把头目剑放下,退到房间内,但一只手藏在身后,铜钱剑随时可以射出 回道,啊呜呜,你为什么会来找我,不怕我直接杀了你吗 此刻,九叔已经被一股无形的医治影响,并且还在持续发作 林峰看着九叔放松下来,也跳进院子一步,但保证自己随时可以跳出一桩 啊呜呜,我脑子里剩下不多的记忆告诉我,遇到僵尸找九叔 那我变成僵尸了,应该也可以来找您 我相信九叔您不会随便杀尸的 接着林峰把苏锦过来的经历,全告诉九叔 九叔听完,便感觉合理了 都快变成黑僵的僵尸,是不可能在生前听说过他 但如果是吸了任老太爷和一只大猩猩妖,那就没问题了,这也算为民除害 稍微放下点戒备,收回一半铜钱剑,又到,啊呜呜 如果你想让我帮你恢复人生,那我帮不了你 但是为了防止你危害人间,我可以让你消失 说完又拿起桃木剑,跃跃欲试 眼看九叔又拿去桃木剑,好像又要砍过来,林峰急吼,啊呜呜 九叔不要啊,冷静冷静,我觉得我还有抢救的机会,我可以成为你的护道神师 其实林峰还想再矜持一下的,但在九叔那头木剑上,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这不是任老太爷那种压制感,而是一种面对天敌的恐惧 护道神师 九叔都被这个想法给惊到了,但转念一想也对 就林峰这实力,四目失地都可以灭杀,最多也就能打两个麻麻地师兄 出去也是被盗友降妖除魔 来寻求庇护挺正常,他们茅山也有不少师兄弟,有僵尸或者其他什么妖物作为护道者 四目失地也是因为想要一只强大有灵质的黑僵,作为护道灵尸,可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黑僵 这才耽搁下来,所以 九叔决定自己收了,等几天后四目到来,让他羡慕羡慕 便对林峰肯定的说,啊呜呜,我同意了,只要师门法术确定,你没有害过人,就收你入茅山 身兼浮转,风睡,阵法,赶尸,请神等麦的我,有资格收你入山门 第三章有灵魂的僵尸林峰只感觉一股逼气袭来,只见九叔的脸上充满了傲娇,不过强确实强 九叔一个人几乎全能,好像就没有他不会的 啊呜呜,九叔您太强了,一个人就学会了这么多,简直就是茅山第一人 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九叔被彭挺嘴角上扬,啊呜呜,嗯,不要停,继续 不错,也就大师兄能剩我半分 但这更不像一只普通僵尸能说出的话,让九叔却暗暗提高警惕,秀中的雷服随时准备扔出 表面上还在听着林峰的马屁话,有一说一,这说得真好,比他那两个傻徒弟强多了 开心归开心,但是该有的东西还是要有 九叔掏出一张定身符,就把林峰定住 林峰要赌一把大的,也没反抗,九叔这才满意的带着林峰去祠堂,那里供奉着毛山的祖师 对于林峰,九叔目前还是挺放心的 他并没有从林峰身上感受到僵尸的那股嗜血的暴力之气 只感到一股傻气,到底要多脑残才敢送上门 而林峰这一路上,也是蹦跳的跟着九叔,警惕性逐渐下降 甚至还在观察着九叔的一桩 看看哪个地方适合埋自己,哪口棺材适合装自己 反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诸天万界的身份通行证就看今天 到了祠堂,九叔把林峰放在外等后 自己独自进去点燃蜡烛,焚香烧服,诚心一拜 恭请祖师 毛山祖师在上,弟子林峰娇,经收下一僵尸 作为弟子的护道灵尸 还望祖师看看他有没有吸过人血 其中林峰娇三个字说的极其小声 生怕有人听到一样 祠堂外的林峰也是听到弟子两个字之后,声音戛然而止,接着才是经收下 虽然没听到,但林峰心中也自动补上林峰交三字 九叔几拜完,打开祠堂门,把林峰拉进祠堂 这次门没被打坏 还不忘记提醒一句,啊呜呜呜 这次检验,要么生要么死,不通过我会亲手灭了你 林峰一点不慌,跳过脚下的门槛,但刚进入祠堂,有一股为天地所不容之感 整个房间充斥着天敌的气息,总感觉九叔下一刻就要除魔未到 那些被祭拜的祖师像,眼神一瞬间变得灵动,好似活人,整个祠堂似乎都在发出金光 金光照射在林峰身上,由外而内,林峰整个是都被看透了一般 原本已经感受不到跳动的心脏,竟出现一阵心悸,额头留下来不存在的冷汗 恐怖的威压转瞬即逝,一切又恢复了瓶颈,就好像之前的一切都是错觉 只有最后一道光进入九叔脑中 林峰这才松了口气,想用那不能弯曲的手擦擦额头上不存在的冷汗 下意识地看着屋里唯一的活人,九叔还在那点头,好像确定了什么 九叔见林峰望向他,变回林峰一个鼓励的眼神 心中却升起波澜,这将是居然身上还有纸被污染一半的灵魂 得到九叔的肯定,林峰决定再多说点小事 啊呜呜,九叔,我其实还听得懂人话 虽然是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 有灵魂能听懂人话,九叔也认为正常,没多说什么 反正以后林峰的小命都在自己手上,也不怕他做什么坏事 接着九叔一番复杂的操作下,一道金光从九叔手中射出 进入林峰体内,以后有这道术法 你一旦做了伤天害理之事,我一念之下,就能让你暴体而亡 而这道法术也能减弱术法,法器对你的伤害 深恩打一棍就给一颗甜枣的道理 九叔又给林峰细细介绍这道法术的作用 以及毛山的一些师兄弟 撕下林峰头上那张符指道,护道神师,你的实力不够,是当不上了 现在只能做个护道灵师 你还有什么想问呢? 对于这个护道灵师,祖师和他都很满意,成长上线不错 有接近人的灵智,最重要的是,还没吸过人血有灵魂 林峰转动那个腐朽的脑子,问几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呃呜呜 九叔,以后我怎么叫您?将是有什么等级划分吗? 叫我九叔或者师兄就行了 九叔收拾好祠堂,走到门口,又示意林峰跟上 这才继续解释,人分好人坏人,是分僵尸死尸 僵尸又分紫僵,白僵,绿僵,黑僵,非僵,油尸,浮尸,不化骨 紫僵,人死后不久,身体发紫化为僵尸 无法自由行动,敢是一脉就是把尸体做成紫僵 白僵,身体长出白毛,行动迟缓,怕光,怕火,怕人,怕牲畜 我也不明白,你当初为何能吸死任老太爷 绿僵,身长绿毛,能发出绿色湿气,跳跃快,力大,只怕火和阳光 黑僵,身长坚硬的黑毛,堪称铜皮铁骨,行动敏捷纵跳如飞 年分久的甚至不惧反火和阳光 那只任老太爷就是速成的黑僵,我一直怀疑是有什么人刻意炼制的 飞僵,往往都是千年僵士,会飞,不惧阳光反火,还能使用法术 同辈之内除了大师兄,只有我才能对付飞僵 至于以后的僵士,只在传说中听过,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此外还有炼制的铜甲师,银甲师,金甲师 等四目师弟来,我让他为你炼制一副铜甲 林峰听完,真感觉来对了,不仅有身份证,还有一些修行知识 甚至还可以给自己做个升级 要不是腿弯不下去,林峰当场就要跪了,这大腿抱得真香 只能跳到九叔身前,给他来个五体投地,行个大礼 啊呜呜,多谢九叔 九叔看着手手脚脚张开,整个诗都趴在地上的林峰 第一次见到了什么叫五体投地 强忍着试臭味,把林峰扶起来,带着林峰去见他的弟子文才 有林峰在,文才身上的诗器就很好解决 某个房间内,文才和任婷婷各自拿着一个长竹筒 眼熟警惕的看着门口,忽然,门开了,第四章多谢您杀了我爷爷 啊,两人齐声叫着,他们人都没看清楚,就开始害怕 门口的九叔脸都黑了,这徒弟干啥啥不行 丢脸第一名,一点不像他这全能的师父 看清楚,是我,你师父 九叔忍住暴揍文才的冲动,把他们俩不争气的竹筒拿开 接着又把林峰和那又改一次任老太爷的事迹说出 而听到那强大的任老太爷都被吸了,甚至就连妖怪都杀死 再加上林峰的尊容,比任老太爷还难看 文才更是被吓得不敢说话 任婷婷也被吓得忍不住的抽气颤抖 九叔看着还带着哭腔的任婷婷安慰道 婷婷,任老太爷已经死了 明天晚上我让人跟着林峰,把你爷爷的尸骨带回来 多谢九叔 任婷婷压下心中的恐惧 对九叔败谢,又转身看着长得比他爷爷还恐怖的林峰 后退半步 多,多谢您杀了我爷爷 任婷婷说完他自己都猛了,好像不太对 九叔,林峰也愣了 这姑娘还真 那啥 啊无无 林峰也想给九叔留下个好印象 尽量温和的回个话 任婷婷被林峰恐怖的声音 吓得后退几步 差点以为这僵尸失控了 九叔如实的翻译过去 他说没关系 以后你还有什么亲戚变成僵尸也可以找他 又看着那依然躲在后面的文才 九叔气不打一出来 就连任婷婷都敢上前说几句话 那文才还在那躲着 走到文才身前 九叔一把将文才拎起来 恨铁不成钢道 你这胆子怎么比婷婷还小呢 拖着还在害怕的文才 放到林峰前 九叔指着文才那僵硬的双臂 撕下一块皮说 他的手被任老太爷的指甲戳到 身中尸毒 你把这尸毒吸出来 林峰借过文才的手臂 犹豫一会 问 啊吴吴 九叔怎么吸 我第一次当僵尸 不会啊 总不能直接啃吧 万一一不小心把血吸完呢 对比文才和任婷婷 还是感觉任婷婷更香 更适合当口粮 不过已经拿到毛山身份证 以后就不能吸人血了 九叔缓缓走一圈 背对着两人一尸 四十五度仰望 屋顶 其实脑子还在急速运转 怎么办 怎么办 才刚收的护道淋湿 不能让他认为我也不会 特别是还有徒弟和外人在 自己也不会 那不是丢人吗 最终想到了一个办法 林峰 你是僵尸 跟随你身体的本能 他会告诉你怎么办 本能告诉我 吃了 全TM吃了 行吧 林峰也算是明白了 这是九叔也不知道 但他不好意思直说 既然九叔也不会 那自己就瞎琢磨吧 反正文才都变成这样了 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拿着文才的手臂 在文才惊恐的眼神下 将那几个孔对准自己的尸牙 只留一点点距离 感受着手臂上的湿气和湿毒 轻轻一吸 还真能吸 又重复这个操作 把另外一只手的湿毒和湿气吸走 把手丢开 啊 无 湿气和手臂上的湿毒已经吸完了 那些深入内脏和入骨湿毒就没办法了 九叔替文才表示没关系 读员已经没了 剩下的湿毒就让他这几天多吃糯米 多跳舞 就能逼出 被吸完的文才却是一脸的轻松享受 猴一样的甩着双手 我好了 手又能动了 能动了 笑得跟个大傻子似的 九叔脸更黑了 这徒弟现在看着更傻 把文才赶出 让他继续到那糯米床上跳去 事情解决 当晚九叔就带凌峰到了尸体存放地 给凌峰找了一口空的棺材 你今晚先将就着 明天再给你找一口新棺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僵尸的本性 看到棺材凌峰就挪不开眼了 两只僵尸手抚摸着 虽然没有上期 但那四四方方的棺果 是那么的漂亮 内壁那么的光滑 当初新了任老太爷都没那么激动 上辈子有多怕棺材 现在就有多喜欢 简直就是如获之宝 凌峰当场就想躺进去 啊呜呜 九叔这太漂亮了 我当僵尸这几天还没睡过棺材 以前是尸体的时候 睡的也是草席 你喜欢就好 九叔也是长见识了 居然从僵尸的话中听出了喜悦 今晚的是过于魔幻 他要好好补补觉 第二天 阿卫队长带着人来到一桩 留下人在外守候 九叔 我来看看文才有没有变成僵尸 走到诺米床上 看着那睡觉的文才 已经完全看不出僵尸样 就连手臂上的孔 都已经结了正常人的疤 九叔 文才恢复得不错啊 这时候 秋生抱着米从外赶回 九叔一眼就看出来秋生的不对劲 以前的秋生虽然倒数学的不怎么样 但是人都是生龙活虎的 哪像今天 要死不活 就像纵欲过渡一样 昨天晚上到哪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九叔背着双手 上前问道 这两个徒弟没一个省心的 还不如那只僵尸 给口棺材 自己就会躺下去 秋生打个哈欠 揉揉他的黑眼圈 一不小心又拉开了衣领 露出两个草莓印 九叔 嗯 不对劲 正想仔细看看那两个印记 秋生反应过来 立刻挡住 昨天做过什么事 九叔质问道 留给秋生一个背影 让他自己体会 秋生幻想狡辩 拉住自己的衣领子 打着瞌睡解释 没有啊 我昨天回来的时候 突然狂风暴雨 打雷闪电 我怕把糯米弄湿了 所以在一间屋子 躲了一夜雨 说完还连连打哈欠 人困得不行 他确实困 昨天干了很久的体力活 还被吸了不少 人都要虚了 身体困得不行 看到个童一倒头就睡 阿威队长听到不对劲 走上前拆台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外面巡逻 没下过雨啊 文才这时候也醒了 站在床上插嘴道 对啊 昨天晚上是没下雨 你想饿死我啊 现在才回来 没你的事 不许停就差最后一点尸毒了 九叔又看着那没什么事 还到处乱晃的阿威问 队长 你来这是还有什么事 第五章王灵骑士秋生哦 九叔 我想和你一起去抓僵尸 不用了你走吧 僵尸已经死了 就在最阴森的一个山洞里 你想帮婷婷的话 就把那尸骨捞出来 为了把阿威弄走 九叔还寄出任婷婷这个大杀气 果然阿威队长听到人婷婷 原本害怕的眼神都变得坚毅 婷婷 你放心 表哥一定会帮你把爷爷带回来 对着任婷婷就是一个猥琐的笑 谢谢你表哥 你是个好人 任婷婷作为回报 也发一张好人卡 等阿威带人走后 九叔才继续检查秋生脖子下的印记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那分明是女鬼留下的 趁着秋生睡得死 让文才和任婷婷帮忙准备好笔墨 九叔亲自出手 在秋生身上画下符印 他这俩徒弟一个被鬼泥 一个被僵尸摇 直到晚上秋生才醒来 天黑了 我睡了多久 九叔高声莫测的背着手回道 你睡了一天 秋生赶紧问完有没有要做的 见没事可做 文才也快好了 便问 师父 我姑妈可能等急了 我先回去了 好 早点回去吧 但九叔清楚 等得急的 恐怕不是姑妈 秋生走后 九叔拿上自己的装备 就跑到凌峰的棺材边 这时候 凌峰也起关了 九叔把装备都放到凌峰身上 快 跟我来 凌峰也没问什么 跟着就跳 前面的秋生骑着单车 后面的九叔跟着走 凌峰跟着跳 一直到一座颇为豪华的别院 看着年代还挺古老的 起码是一百年前的建筑 当凌峰将士气注入自己的僵尸眼后 眼前精致的小院 就变成了荒芜的废墟 秋生将自行车放在门口 前脚刚进院子 九叔和凌峰后脚就跳墙跟上 然后九叔眼睁睁的看着秋生把服擦掉 只恨着徒弟某虫上脑 这都不知道那是知鬼吗 回去一定要让他罚超几十遍到精 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九叔从袋子中拿出柳叶 擦亮双眼 打开罚眼 差点给自己看兔 嫩烂掉的半边脸 脸珠子都要掉 凌峰也偷猫看过去 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自己第一反应居然是还不错 那半张烂脸也烂得好看 一定是这僵尸肢体的影响 是僵尸影响了自己的审美 对 一定是这样 九叔此刻已经是怒上心头 从凌峰身上取下所有的装备 又是一股臭气袭来 草率了 当初就应该自己拿 现在有点嫌弃自己的东西怎么办 最后还是旧徒弟的想法 压过了臭味 拿出八卦镜和铜钱剑 让月光透过八卦镜注入铜钱剑中 这算是附魔 不对 是附法 被注入月光的铜钱剑 发出灿灿的金光 让诗胆颤 九叔对着铜钱剑上虚昏画符 一声去 那金闪闪的铜钱剑 搜得飞向那女鬼 女鬼顿时感到不妙 危险从她身后袭来 转身就看到那个金灿灿的大宝贝 携带着正刀的光 照耀在她身上 让她不敢动 但敢动 林峰看准时机 吐出黑中带绿的尸气 尸气涌向女鬼 制住她的行动 僵尸为天地所弃 不入五行 不占因果 本就是人增鬼闲的存在 人被僵尸咬死 不入轮回 鬼被僵尸咬死 亦不能投胎 只会彻底消亡 尸气 能让人染上尸毒 也能让鬼的鬼体发沉 女鬼董小玉被迫吸了一口尸气 鬼体沉重 眼看那只铜钱剑就要爆头 身体却像吃了迟钝剑一样 完全没法躲 法术也用不出 这时候 秋生的作用来了 她一把抱住小玉 躲开铜钱剑的攻击 又一脚将铜钱剑踢散 完全不像早上那股叙叙的模样 气得九叔直跺脚 铜钱剑花了她几天时间才编好的 一人一室进入屋里 九叔拿着桃木剑 指着秋生怀里的女鬼小玉 秋生 那是一只鬼 你会被她吸干的 秋生看着怀里楚楚可怜的小玉 也是于心不忍 师父 我 还没说完 就看到小玉敲咪咪的指向凌风 僵尸 师父 有僵尸 秋生现在还想着让他师父和僵尸打起来 自己把小玉揪走 却不料 九叔竟然还是剑指小玉 头也不回的说 那是你师叔 为师的护道凌尸 师叔 师叔 或许是机灵静上来 秋生看着怀中还不愿意放手的小玉 又看向僵尸凌风 两相对比 一个是温柔漂亮的女鬼 一个是丑陋恐怖的僵尸 既然师父能养僵尸 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养女鬼呢 师父您都能养那丑僵尸 我为什么不能养女鬼呢 凌风感觉有被冒犯 发出圣人的嘀吼 好 九叔 要不给他欣赏 欣赏女鬼的真面目 九叔也认为想法不错 让他擦掉自己画的符 踢坏自己辛辛苦苦 编好的铜钱剑 给他的教训 你不是看着那女鬼好看 等你看来那女鬼的真容 你还抱得舍不得放手 拿出柚子叶 扔给秋生 你好好看看 怀里的鬼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秋生拿着柚子叶 想擦亮双眼 但是看着小玉的漂亮的脸 又下不去手 万一真的很恐怖呢 那不就亏了 自己这几天干的事 都不敢再回想 小玉看出了秋生的纠结 主动恢复烂半脸的原貌 啊 秋生直接就被吓得 把小玉丢开 即使有心理准备 没想到还是准备的不够 又想起来自己这几晚的辛苦 立刻就吐了 真想不到每天晚上 和他一起长姿势的鬼 居然是这样 小玉本就被尸气折磨着 又突然被秋生抛下 脑袋砸在地上 体验一次 以头想唱第一生地 但他并不怪秋生 是自己骗了他 又变回好脸 做个最后的挣扎 秋生 以后修为高了 我就能 九叔打断他的话 略显无奈的说 人鬼殊途 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每一次都会吸他大量的阳气 迟早会被你害死 林峰也跳两步 靠近他们 好 是啊 亡灵骑士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听书一句劝 你把握不住的九叔 没怎么理解亡灵骑士是个什么 但还是如实翻译 小小的秀一把 第六章两成半亡灵骑士 不知为何 秋生虽然有点疑惑 但好像又懂了点什么 九叔把陶木剑交给秋生 既然是徒弟惹出来的事 就让这徒弟决定 又示意林峰收回氏气 当了几天的僵尸 大概是有了足够的经验 即使是这些吐出体外的氏气 林峰也能自如的操控 袖口一张 从董小玉身上 吸回黑中带绿的氏气 那董小玉早已被氏气折磨的 都不成鬼样 只能任由僵尸林峰为所欲为 黑绿的氏气 从女鬼身上抽出 涌入林峰口中 怎么还多了 林峰甚至还能品味出 那股收回的氏气 不纯 看向董小玉 才发现他的鬼体已经变得虚幻 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散 这只把他的鬼气 阴气也吸了 九叔缓步走到小玉身旁 拿出一道符 给小玉稳定了鬼体 不至于下一刻就消散 这才科普解释 尸气是天地间制邪之气 人 妖 鬼 魔都会被尸气所染 这女鬼 她用自身的鬼气和阴气 才能勉强抵抗你的尸气 这才让尸气 鬼气混合 现在他身上只剩下最后两成半的鬼气 听完林峰也明白了 人来自己这么强 什么人气妖气鬼气等等 都可以变成自己的食物 而自己的尸气 对别人来说就是毒药 很快消化完鬼气 身上的绿毛 已经由九成变成了坚硬黑毛 董小玉胸口微微起伏 已经没有了抵抗力 她在地上 再无法保持那张漂亮的脸 欠出原形 剩下七美的半张脸 深情的左眼无助的看着秋生 秋生差点又被看吐 如果没有那右半边脸 那是一幅惹人怜惜的话 只可惜多了右脸 就很糟不住 一狠心 秋生把剑插向小玉 的腰下 奋力一挑 就将小玉挑飞出院 师父 就放过她吧 毕竟是双方的事 她有错 我也有错 我和她都得到教训了 就放过她吧 爱 你这徒弟 九叔默默收回袖子里的雷服 没再补刀 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九叔一般也会留有一线生机 但不包括僵尸 林峰也只能说是硬气好 再加上某种意志下 才让九叔暂时相信 林峰也没去阻止 毕竟九叔都让鬼走了 自己也没必要瞎掺和 吸了那么多鬼气 也不亏了 没再理会你鬼 九叔一件重要的事 给我把铜钱 献一个个的全捡回去 九叔指着散落一地的铜钱 字里行间充满了严厉和威胁 那要是漏了几个呢 漏了 漏了你就别回来了 继续陪那女鬼吧 一天后的晚上 阿伟已经把任老太爷那几乎变成碎块的尸体带回去 安葬好 人婷婷也回到家下县了 大厅中只剩下三人一尸 九叔买回一套标准的僵尸服 让文才和秋生帮林峰换上 师父 我们换啊 文才指着自己和秋生 满是难以置信 没别的原因 一是怕 二是臭 秋生也不想干 便问 师父能不能让师叔洗个澡 行 你去洗啊 九叔明明记得 他都教过了 僵尸燕水 怎么还问出这种问题 呃 还是算了 我们帮师叔换上吧 秋生挠挠头和文才拿上那套僵尸服 洗澡还不如直接换衣服 再难闻 憋一会就行了 但洗澡不知道要憋多久 两人一尸 相互配合 文才和秋生架住裤子 林峰精准的跳入其中 再由文才秋生套上袍子 穿好后 林峰看着镜子 以人的角度看 确实恐怖 也不怎么好看 但是以僵尸的角度 也还不错 在林峰还在欣赏自己的盛世美人时 门外响起了铃铛声 还隐隐约约听见了 阴人上路 洋人回避 这一猜 就是四目道长来了 自己应该叫他四目师兄 九叔吩咐文才去开门 一打开门果然是四目道长 带着他的顾客 站起身 走上前热情的上前招呼四目 师弟好久不见 来来来 给你介绍师兄的护道灵师 没管四目愿不愿意 九叔硬拉着四目 走到了大厅 九叔指着镜子前的林峰 他就是我的护道灵师 又有接近人的灵智 甚至还有灵魂 林峰 和你四目师兄打个招呼 难得有个显摆的机会 九叔完全不会放过 啊 四目师兄好 林峰抬起自己的右手打招呼 还没等四目说什么 九叔继续炫耀 林峰可是得到了祖师的认可 又把林峰出道以来的战绩说出 特别突出林峰的智慧 说得四目都快流出羡慕的口水 他做梦都想要一只这样高灵质的僵尸 活了这么久 强大的僵尸见过不少 但就是没见过林峰这样的 实力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是智慧绝对是最高的 至于实力强 林志高的 他也不敢去碰啊 那种碰一下就是宋 就想要这样 有不错的成长上限 还有足够高的林志 林峰是帝是吧 听我的 跟我走 我才是敢识一脉的正宗传人 激动的四目 都当着九叔的面拉人 还给出一份名为僵尸吞跃绝的功法 四目师弟 你在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九叔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个竹棍 拍大着左手 仿佛在测试竹棍的硬度 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 师兄 冷静冷静 我开玩笑的 四目当了那么久的师弟 九叔一个动作 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他心中 九叔就是一个腹黑 爱面子的天才师兄 听到四目认怂 九叔这次满意的放下竹棍 睡觉完 九叔才说出自己的最终目的 师弟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一套银甲师的材料 不如 还没说完 四目就急了 连忙跳出椅子 那椅子扎屁股 不敢坐 师兄 我半辈子才凑出那一套 最多只能帮你练一份铜甲师的 九叔却笑了 四目师弟 既然答应了 就别反悔 他四目知道自己中计了 给自己连山几巴掌 从小到大 他就没在师兄这占到便宜 凌峰也不忘记给自己抢戏 啊 不是 是感谢两位师兄 啊 无 多谢两位师兄 第七章 他们之间没有见原标题 被和谐了 第二天入夜 在那个修好的门边上 几人一事一一惜别 九叔拿着一包东西 下定某个决心 最终心一横 把那个布包塞入四目手中 这里面有二十块大羊 还有一部分练制好的铜器 重重的拍了四目的肩膀 直拍的四目呲牙 九叔才满意的点点头 主要是真有点舍不得 那二十块大羊和那些铜器 九叔向前迈了几步 拿出身上的一大包西红柿 挂在凌峰身上 要是缠了 就多吸几个西红柿 即使只和凌峰相处过 短短的几天 九叔还是给出了 自己最大的关心 为这个护道凌湿 想好了一切 或许这就是 万界圣尸的魅力吧 啊无 多谢九叔 我爱西红柿 几人一是告别完 四目和凌峰就上路了 凌峰本就是僵尸 刚好在前面引领僵尸 跳着前进 四目在偷懒 直接坐在某只僵尸的手上 因人上路 洋人回避 坐在僵尸上的四目 只需要时不时的 喊出这几句话 偶尔在撒点指前 路上很和谐 也没有什么 可以打脸的事情 不过也对 这是一个真有鬼 有僵尸的世界 大晚上的遇到 一对僵尸在跳 那要有多憨憨 才敢上来送 连续几天 无事发生 只有凌峰和四目的交流 这也让凌峰 开始真正认识 这个世界 东北马家 南方毛家 还有江城的传说 这些都没有 不过也更让凌峰庆幸 这样也好 不会突然出现一个马家神龙 给自己打成灰灰 一直到树林深处 凌峰明显的感觉到 不对 这里 突然间变得很舒服 阴气聪裕 还有一股很香的胃 让凌峰感觉自己饿了 馋了 凌峰停下跳跃的脚步 四目也跳下僵尸戒备 四目不一样 他是感觉到明显的不适 还闻到一股浓烈的骚味 绝对是一只狐狸精 不过原本还想钓鱼 勾引那只狐狸精主动现身 但凌峰停下来 他也只能戒备了 估计那只腰也不敢现 浓雾骤然升起 一米内都不见人影 雾中还带着致幻效果 接着轰一声 顾客被炸开 吸引了凌峰和四目道场的注意力 还真敢来 四目道场都敬佩那腰的勇气 是看不起他吗 那狐狸精超勇的 立刻就上了 随即选一只强大的僵尸抓走 嗯 他选得很好 抓走的是凌峰 那一瞬间 凌峰都猛了 原来不是看不起四目道场 是看不起他这僵尸啊 四目道场也发现不对 立刻追上去 凌峰想不到有一天 他也会被食物抓走 背部包裹着飞走 凌峰闻着那只狐狸精 只能说一句 真香 很快落地 那狐狸精居然还要等着四目道场 他脑子被僵尸吃了吗 排出杂念 凌峰开始发力 只是轻轻一震 便将布料震碎 同时 向那狐狸精吐出一口湿气 82年的口臭 就问你 糟不糟得住 那还在摆姿势的狐狸精 这才察觉到不对 刚准备逃跑 就受到湿气侵袭 被迫使用自己的妖气抵抗 好 凌峰 低声一吼 震慑狐狸精的心神 也不知道 有没有用 但凌峰感觉这样很有气势 张开嘴 露出那对长长的湿牙 向前一跃 双手紧紧的夹住狐狸精 在狐狸精惊恐的眼神中 凌峰将头身向狐狸精那白嫩的脖子 算起来 这只狐狸精 还是凌峰目前真正吸过的 颜值最高的生物 至于女鬼董小玉 当时也没吸到它 只是湿气的作用 狐狸精此刻已经明白 他这是偷错师了 偷了个爹回来 只能拼命挣扎 手手脚脚齐上 打在凌峰身上 只可吸就像打铁一样 而他的法术 他的腰力 又都被湿气限制 难以调动 以他的实力 最多只能勉强对付一只普通的绿江 而这只都TM快黑江了 现在就如同一个 普普通通要被那啥的小女子 又如何能挣脱这失口 凌峰几乎没什么阻挡的 就将自己的尸牙 从狐狸精那白嫩的脖子上 扎入他的身体 开始做些爱干的事 凌峰和狐狸精之间 没有间 副具离接 ANDAMPCHUTY的交流 谈一个价值几十亿的大生意 温热又略带粘稠的血液 从狐狸精体内 源源不断的流入凌峰的口中 没一会 原本的美人就被吸干 变成一只干瘪的狐狸 他被凌峰真正的榨干了 一滴都不剩 虽然他没有了下辈子 但凌峰还是在心里提醒一句 以后不要随意抓僵尸了 这里面的水很深 另一边 四目道长拿着桃木剑这才赶到 看着已经变成干湿的狐狸 我就知道 区区一只狐狸精 还是打不过你的 凌峰捡上那只干狐狸 扔给四目道长 啊呜呜 我可是黑江 师兄 这狐狸皮能卖不少钱吧 四目道长接过狐狸干 上上下下左右右的检查 脖子上有两颗牙洞 看得出来 是凌峰扎的 几百年的狐狸皮毛还不错 只可惜不能给人用 不然会被皮毛是难以消散的腰气和湿气感染 狐狸皮不能给人用 到时候让人帮你做一件狐皮衣吧 啊呜呜 多谢师兄 找几顾客后 两人又一次踏上征途 凌峰还在前面跳 四目继续坐在顾客身上 这次因为凌峰在 刚好保持在几天后的晚上到家 睡眼朦胧的珈乐 揉着眼睛打开门 把一个个顾客送回僵尸房内 出门才发现还有一只僵尸在外面 仔细一看才发现 那僵尸居然还没有贴上符 直接就把他吓醒 连连后退 是一点愧意都没有了 师父 师父 僵尸 僵尸啊 没有贴符的僵尸啊 那是你师叔 是你灵尸 博得护到灵尸 听完四目的解释 迦勒也冷静下来 甚至还敢偷摸观察着凌峰 外表和其他僵尸一样丑 浑身黑毛 根据所学知识 是一只黑僵 忽然想起来什么 转身又问 师父 你怎么不找一只护到灵尸 真是乖徒弟 哪壶不开提哪壶 四目脸色刷一下就黑了 也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根鸡毛胆子 师父 我错了 屋里有鱼 是鱼 第八章你先别死 我来救你一点一半几天后 只打巅峰赛的千鹤道长 带着他的空队友们来到了四目家 带和谢青都亡了 剩下的那些遗老 一部分抬着那小王爷 还有一部分拉着黄金棺材赶路 院前 见四目道长来迎接 千鹤道长走上前 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右手竖剑指在上 左手剑指 鞋顶在右手手心下步 师兄 四目和迦勒也是同样的动作 师弟 师叔 最后来的一修也是认识千鹤的 同样上前 千鹤道长 阿弥陀佛 一修大师 在那小王爷命令原地休息后 师兄 我来向你借点糯米 四目吩咐加勒 将糯米带来 一步到红色雨棚之下 墨斗线缠绕的金棺材 铜角金棺用墨斗网缠着 难道里面是 千鹤跟上前 指着金棺解释 不错 里面就是僵尸 这就让四目道长疑惑了 能让千鹤如此警惕的僵尸 绝对非同小可 这种待遇 四目估计就连凌峰都不可能逃出金棺 既然这么危险 千鹤为何还要继续运 那你为什么不烧了他呢 四目指着那金棺问 哎 这个僵尸是边疆的皇族 不能烧掉 我们要尽快运上金 等皇上发落 千鹤绕着金棺走了半圈 其实他也想烧 特别是还有一大群坑队友 万一出什么事 就只有他的几个徒弟勉强能用 其他的侍卫什么的 随时都有可能会加入对方阵营 奈何没那个权利 而且这些皇族给的真多 他大只能说自己谨慎一点了 此刻好心的一修大师 也绕着金棺走了一圈 充满善意的提醒到 千鹤道长 你为什么不把雨蓬拆了 让他吸收点阳光 减少湿气 说的对 多谢大师指点 千鹤喜道 心中默默想到 减少了湿气 自己也能轻松点 僵尸也没那么容易跑出来 而且这天气还不错 估计也不会下雨 东 南 西 北 把雨蓬拆了 是 千鹤道长的徒弟质量很不错 动作很快 手脚利索 没一会功夫 就把雨蓬拆掉 拆完雨蓬 加勒也把糯米拿来 交到了千鹤手中 希望这包糯米你用不着 四目给出自己真诚的祝福 当初毛山雪道士 就他们两个关系最好 四目也不希望千鹤出事 完事启程 四目三人目送他们离去 加勒的目光却全被那副金棺吸引 师傅 这幅棺材真漂亮 将来我一定拼命赚钱 买一副一模一样的棺材 孝敬你老人家 四目眼睛都瞪大了 这徒弟还是打滴少了 说的都是些什么 希望他早点死麻 一休大师也背着手鼓励一句 你倒是蛮有孝心的 哈哈哈哈 刚走没多远 就听见一道雷鸣声 四目也顾不得加勒那哄唐大笑的话 脸上都是对千鹤的担忧 希望他们没事 现在的凌峰还只是一只黑江 畏惧阳光 躲在地下的某个木棺材中 一直到晚上才能出现 深夜 黄祖僵尸在金棺中 持续吸收着国运龙气 生前他就是曼清王爷 死了依然受国运所忠 毕竟戴清都到下面和大明对线去了 只要吸够国运龙气 黄祖僵尸就能凭借身体硬抗道法 忽然天地一是看不下去了 他不允许有这样的僵尸存在 牵下一波雨 再来一记天雷 成功的让黄祖僵尸变得更强 度过雷劫的黄祖僵尸 体内多了一道雷气 气息上涨 只把金棺盖炸飞 还顺便砸到了千鹤的脚伤 东南西北用着绳子都绑不住他 师父怎么办 千鹤一点不慌 这对他来说只是小场面 他所遇到的战斗 堪比大师兄时间 甚至零F 师兄也不一定能比 不要怕 只要他没吸过人血 千鹤话还没说完 黄祖僵尸的利爪 将东南西北手上的麻绳爪段 抛下这群道士 跳向了那些舞者 那些舞者值得尊敬 依然效忠于那个倒塌的王朝 抽出腰间的大砍刀 前副后继的砍向黄祖僵尸 千鹤身边永远少不了的空队友 巫侍郎 他或者他 真的是狗啊 看着舞者拿刀去砍他们的死亡夜 就在一旁大喊大叫 别伤着咱们王爷 舞者拿刀还没怎么伤到对面 现在又有人躲在后面指指点点 气得他们都想掉转刀头 去砍巫侍郎 此刻 他们算是体会到了初代大明战神 李景龙的心情 被巫侍郎这么一干扰 原本能拖三秒再死的舞者们 一秒就没了 这下 他们真能像大明战神一样 成为对面的人 可是 黄祖僵尸很快吸了几名舞者的血 巫侍郎嘴上喊着抓僵尸啊 身体立刻逃回帐篷 保护小王爷 在千赫身边的一徒弟 师父 怎么办 他吸血了 还是人间舞者的血 千赫脸上多了一丝凝重 但依然不急 不要慌 小心对付他 现在最多中场面 只要你们东南西北四个齐全 他都不能轻易突破你们组成的阵法 也许是千赫给了徒弟们莫大的勇气 其中一个徒弟替千赫把金冠搬开 另一个徒弟果断舍弃自身 去挡住皇族僵尸 等千赫的脚解救出来 那名弟子已经被皇族僵尸吸死 师父 怎么办 我们四个不全了 千赫咬住牙关 看着自己受伤的脚 变得更为凝重 这得是大场面了 一徒弟提醒道 师父 我们的福转法器 没带够 另一徒弟补充道 深夜又下雨 我们的实力只有原来的七成半 再加上这僵尸度过雷劫 千赫已经感觉有点超纲了 心意很 喝道 捆失所 东南西 没有北 三人的实力 几乎人均等同于麻麻地 将身上的捆失所 精准的甩到皇族僵尸身上 原本的四象缺了一份 却又不成三材 困尸的效果大大削弱 但也能短时间的制住皇族僵尸 一时半会 千赫咬破手指 在桃木剑上一滑 桃木剑泛出金官网 一箭刺向皇族僵尸胸膛 不愧是打巅峰赛的大佬 千赫直接洞穿了度过雷劫的僵尸 但僵尸对倒数抗性极大 被刺穿都没有暴体而亡 就好像单纯的被刺穿一样 双手戳进千赫的手臂 一脚把他踢得倒飞出去 千赫赶紧拿为数不多的糯米 贴在手臂的伤口上 撕啊 一股胶烟从手臂上升起 暂时挡住了尸毒 某个徒弟正要张嘴 千赫直接预判了徒弟的话 小心点 只要我们坚持住 四目师兄很快就会过来 这是超大场面 只要他没有吸过亲人的血 徒弟都要哭了 有心说 师父您别再指要了 再指要下去 您就见不到我们了 很快 黄族僵尸挣脱了东南西的困室阵 跳向小王爷的帐篷 小王爷也是个小坑 拿出一把精致的小点刀 一看就是小孩子玩具 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开刃 转身刺向黄族僵尸 嘴上还说着 对不起了 黄叔 他都不带怕的 黄族僵尸对这个送上嘴的小可爱 也是喜欢的锦 抓起来就送到嘴边使劲轻 又轻又肯环踹 千鹤不顾伤势 急急忙忙带着徒弟来救人 这波已经超光了 但这最难的巅峰赛 也逼出来了最强的千鹤 以一身残躯 打跑了黄族僵尸 顺便还能解决失变的徒弟 另一边 当凌峰出场时 外面已经是清平大雨 李庭后不久 远远的就听见 太剑气十足的救命啊 救命啊 四人一时立刻出门 把那内饰和小王爷扶起身 此刻的内饰还没有从惊慌之中走出 两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指 有僵尸啊 几人看向凌峰 确实有僵尸 四目本想着解释 但忽然想到他那个挚爱 亲朋手足兄弟般的千鹤师弟 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迦勒拿工具 凌峰跟我走 凌峰目前也是一点不怂 出道以来还没败过 每一个敌人几乎都变成了自己口中的食粮 实力成长的阶梯 这皇祖僵尸 估计更能让自己提升一大截 四目拿好桃木剑等装备 留下加了手加 亲自带着凌峰和一修出发 嘴里还在念叨 师弟你可要挺住啊 两个人都是有修为的人 凌峰更是黑江 纵跳如飞 没多久就到了事发地点 啊呜呜 好漂亮的棺材 我要了 凌峰很激动 关注点都不一样了 一眼就相中了那个依然完好的棺材上 那黄金棺材还不是一般的黄金棺材 印在过皇族僵尸 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些许国运容器 僵尸在里面躺久了 对于倒数的抗性就会增强 今晚更是被雷劈了 即使最主要的雷劫 是披在那只皇族僵尸身上 但棺材中也印含一股天威雷霆 躺久了也能增加对雷电的抗性 一声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把凌峰的思绪拉回 跟着四目道长走进一座帐篷之中 里面的千鹤道长手举桃木剑 插入自己徒弟的心脏 凌峰按道 可惜了 湿气还有倒是零血 不过估计还能趁热 八 不过看着千鹤也是尸毒攻心 状态不是很好 凌峰抓住机会 阿吾吾 尸毒攻心 你先别死 我来救你 一跃向前 抓住千鹤被咬的一只手 尸牙扎向手臂上的僵尸孔 控制自己的尸毒和尸气不外泄 同时吸上千鹤身上的尸毒 和被感染的血 硬气不错 这其中还不乏道士的零血 即使被感染也没那么容易抹出血中的灵性 而千鹤道长看到一只僵尸还要咬他 刚准备反抗 就被四目道长劝下 他是凌峰 零九师兄的护道灵尸 名字和师兄差不多 叫凌峰 千鹤这才放弃抵抗 任由凌峰吸他 速度很快 千鹤身上的血带着尸毒 几乎都被凌峰吸走 一回生二回熟 再加上实力的上升 凌峰做这些事越来越顺手了 只不过身上因为失血过多 不见一点血色的千鹤 还能不能活 就不确定了 四目赶紧喂一颗造血丹 让千鹤的身体能快速造血 吸是身上最后的尸毒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早就死了 但千鹤的修为不错 硬是凭借法力活到现在 此刻甚至还有复苏的希望 接着凌峰放下千鹤 抓上刚被捅死的某个千鹤弟子 啊呜呜 我再试试他有没有救 凌峰的尸牙 再次开始吸 还未凝固的血 被吸干 这才遗憾的说出结果 啊呜呜 很遗憾 他彻底没了 第九章敌强我弱 唯唯诺诺凌峰将棺材盖和棺材盒上 一把扛在肩上 四目到场也背上半死不活的千鹤 走 回去 两人都开始担心自己家被偷袭 而凌峰担心家里的东西被浪费 三者默契又快速的往回赶 作为一只黑匠 凌峰即使扛着黄金棺材的速度 依然能比四目和一修更快 只可惜现在还不会控制棺材飞 而此时他们的老家还真被偷袭了 几只进入对方阵营的侍卫 再加上变成半人半事的内侍 将迦勒和清清团团围住 迦勒可能脑子猛了 身后背着桃木剑都不知道用 要么用刀 要么用拳头在那硬打 三个侍卫刀枪不入 让迦勒和清清完全没有一点办法 眼看两人被四个僵尸抓住 无法挣脱石 速度更快的临峰 先一步到家 轰一声巨响 放下棺材掀起一大片尘土 纵身一跃 跳入房间 两只狮眼一凝 流露出冰冷邪恶的杀意 强大的黑僵气势 瞬间爆发 等级上的压力 压制的四只僵尸 无法动弹 诗书 迦勒和清清第一次 对于凌峰的到来感到惊喜 挣脱下四只僵尸的纠缠 躲到凌峰身后 凌峰知道他们听不懂僵尸语 也只是微微点头 在一跃 张口一摇 那侍卫僵尸身上不多的湿气 涌入凌峰口中 侍卫僵尸很快变成碎尸 没一会 凌峰便将这几个 进入对方阵营的侍卫和内侍吸干 那些碎裂的干尸 化作泥土落在地上 加勒和清清略带嫌弃的目光 看着地上 感觉自己家不干净了 两人捂住鼻子 连连后退 那小孩 轻轻忽然想起来 他们彻底把那所谓的小王爷忘了 但自己不想进去 只能用求助的目光看向凌峰 凌峰也不想浪费那小王爷 几个跳跃就到了里屋 将小孩抱在手中 刚跳出几步 就明显的察觉到 小孩身上已经是尸毒攻心了 一口咬在那小孩的脖子上 小孩身上微弱的龙气 也随着尸毒和血液 涌入凌峰体内 这是和道士灵血截然不同的 道士的灵血一般只能增加自己的修为 但是这龙气即使微弱 也能让凌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层次在提升 就像是将陈系的五代僵尸 得到某种力量后 就能隐隐突破到四代僵尸 而凌峰自己只要吸了足够的龙气后 也能突破自己的上限 即使现在这微弱的龙气 也能将自己这有点速成黑僵的境界巩固 但这一幕 在清清和加勒眼中就不一样了 啊 师叔 他还是个孩子 清清和加勒都惊呆了 他们没见过也不知道凌峰就是这样救人的 只以为是凌峰发狂了 连小孩也不放过 这时候加勒想起来自己的桃木剑了 将清清护在身后 手拿桃木剑 谨慎的看着凌峰 生怕凌峰吃完小孩还不够 还要把他们一起咬了 刚好这时候四目道长和一修大师也回到家 见加勒和清清都安好 这才放心 四目背着走到千鹤 走到床边 将他放下 加勒去做些糯米粥 再熬一桶糯米洗澡水 一休也放下自己手中的竹掌 对清清道 阿弥陀佛 清清你也去帮忙 然而两人却没有动作 只是颤颤巍巍的指着凌峰 这魔鸡的模样 让那还在东西千鹤的四目有点生气 还在看什么 去啊 那是你师叔在救人 有师父发话 加勒也算是放心下来 便和清清两人一同去熬糯米粥 很快熬好糯米粥和糯米洗澡水 加勒将千鹤道长和那小王爷 一起扔进巨大的洗澡桶中 时不时还因为几口糯米粥 给一大一小的两个湿毒患者 接下来 只等最后的大boss出场 但四目道长和一修大师 都没有九叔那么全面 没办法像九叔那样 将整个房子布满福转 林峰则在消耗自身所得 顺便再多体悟 学习那本僵尸吞跃诀 从繁体字开始学 直到后半夜 黄族僵尸横冲直撞的出场 一路上不知道撞乱了多少根竹子 房间里的人听到外面那肆无忌惮的声音 就知道 他们心心念念的大僵尸来了 外面黄族僵尸 只是轻轻一跃 就跳进屋里 木门和木墙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挡 被黄族僵尸撞碎 暗中观察的林峰只感觉那是一个都复杂工程 但估计自己和对方的实力 应该是打不过 林峰很快就决定好 从心 这把打辅助 上连敌强我弱 唯唯诺诺 下连敌弱我强 重拳出击 横批 这对连不工整 而现在就是自己唯唯诺诺的时候 对面是经历了雷杰的皇族黑江 倒数和雷法对他的威胁都减弱了一半 自己该耸就得耸 主力交给别人 乱世总会有勇者出现 现在身边的勇者 林峰估计 除了自己全都是 四目和一秀上了 他们上之前 甚至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会不会死 一个拿着大宝剑 一个拿着佛珠 义无反顾的上去打那个恐怖的皇族僵尸 连续的称称称 是四目道长将大宝剑砍在皇族僵尸身上的声音 让四目感觉自己就是在打铁 不仅没有伤到皇族僵尸 还把他手震得生疼 哐当一声重击大宝剑应胜而断 四目也没想到大宝剑如此脆弱 原本还以为至少可以砍个十几剑的 但现在差点剑断人亡 皇族僵尸轻松扛下几剑 没有一点损伤 直到剑断 皇族僵尸一个挥手就把四目道长的断剑打掉 然后直直的朝四目道长冲去 这一招四目也没办法 只能尽力挡住皇族僵尸的双手 剩下的僵尸脑袋交给队友 果然一修还是很靠谱的远远的就扔出一长条印不一样的东西 紧紧的裹住皇族僵尸的脖子 让皇族僵尸再不能咬到四目 随即继续上前 用那块不绑住僵尸的双手将四目道长就出 第十章答应他不用怕 我有福 事情危急 四目也顾不得自己的福转也不多了 直接就贴在僵尸的脑门上 将皇族僵尸定住 然而一修才撤出一半 那张符就好像刺燃了一般 烧掉 皇族僵尸再次加紧一修 四目又连贴两张符 这才让一修及时逃出尸爪 但很快 两张的效果又过了 再次燃尽 他成精了 四目惊到 将手伸进袋子 还准备再掏出符转 却发现没有了 此刻算是到了危急关头 两人只能用出家底了 四目从背上抽出桃木剑 一修取下自己脖子上挂着的佛珠 一旁的林峰 原本已经做好了上去帮忙的准备 但是看着两人拿出法器 又默默退了回去 这是怕误伤到自己 然后给他们添乱 不是自己怂了 很好 又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 另一边的一修又一次上了 他拿着自己挂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佛珠 像鞭子一样 一次次的甩向皇族僵尸 真鞭尸 每一次攻击都带着霹里啪啦的响声 蕴含着佛法的佛珠 每一次和僵尸的亲密接触 都会溅起一阵火花 每一道火花出现 僵尸就被击退一步 而这时 四目道场已经绕到皇族僵尸身侧 拿出桃木剑 一剑刺向皇族僵尸的尸眼 皇族僵尸竟然做出一个武侠般的动作 轻轻一蹦 就咬住了桃木剑 强大的咬合力 让四目完全无法取出桃木剑 滋滋的声音 从皇族僵尸口中发出 很快桃木剑也开始燃起来了 趁着剑还没断 还在僵尸脑子用力一甩 桃木剑另一边的四目 还没来得及放手 就被随之甩到一修身上 哎呦喂 砸死我了 四目揉着腰站起来 看了一眼 自己被烧掉剑尖的桃木剑 又冲上去 一修也不让自己的好伙伴落单 念一声 阿弥陀佛 就上前一起 斩妖除魔 一柄残剑 刺向皇族僵尸的双眼 一串佛珠 捆住皇族僵尸的双手 仿佛又只差最后一步 却不料皇族僵尸张口 吐出氏气 手上的佛珠链 佛光一闪 便被燃尽 而四目到掌手上的桃木剑 却是怎样也无法刺下去 凌封剑是不妙 差点就想逃跑 最后还是理智占领高地 没有自己都能赢 那现在跑了不就亏了 好不容易得到的毛山身份证 也要报销 就这一瞬间 好像有了莫大的勇气 那皇族僵尸再强 也没有变成飞僵 他是黑僵 自己也是黑僵 四手捂入实力都差不多 以自己的实力和脑子 至少半个小时之内 自己死不了 向前一个大跳 就好像从天而降一般 两脚重重踹在皇族僵尸的背上 皇族僵尸没有准备 就收到后方的一股重击 不由自主的摔向前方 胸膛刚好顶在那刺不出的桃木剑上 可惜没有剑尖 受过雷杰还有龙气的皇族僵尸 对于法器已经没那么怕了 这种程度但凡换成任老太爷 都是一个穿心而死 而在皇族僵尸这 只见那柄桃木剑再次燃烧 桃木剑变成了桃木探剑 四目和一修见凌峰也来帮忙 也是松了一口气 压力都少了六分之一 两人手上都没有了武器 打着也不顺手 他们可没有加了那么憨 和僵尸拼拳头 这样的傻事做不来 凌峰师弟 你先顶着 我们去拿武器 说完四目道长就带着一修大师跑路 头都不带回的 也没想着留一个人帮忙 要不是曾经看过不少僵尸片 知道他们是真去拿武器 要是换两个人 凌峰都认为是跑路了 独自面对皇族僵尸 说不慌 那是假的 压力存在自己一个尸上 对面的气势还比自己强不少 人和人有很大差距 尸和尸也有很大差距 对面的皇族僵尸活着的时候 就是高高在上的王爷 自己前世也就是个眼神清澈的大学生 现在都死了 对方还是比自己强不少 唯一的区别 可能就是自己现在攀上个不错的后台 而对方 带和鞋轻都没了 两世就这么尴尬的对视 尴尬是凌峰认为的 凌峰感觉打不过对面 而对面的皇族僵尸 则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同类感到疑惑 一时间分不清 是不是自己人 明明都是僵尸 却为何踢自己一脚呢 他那小小的尸眼中 有大大的疑惑 出生不久的灵智 还不足以让他想明白这么复杂的问题 但他一般不想 能思考这么多已经是尽力了 皇族僵尸的本能告诉他 对面那只黑僵尸力不如自己 便对凌峰下令 好 和我一起去打那两个人 吸了他们的血 面对这个无礼的要求怎么办 当然是答应他了 好 好的 大叶 草明这就给您带路 凌峰缓慢的在前面跳着带路 拖延时间有很多种 没必要打伤打死的 就这样自己说两句话 故意慢慢的带路也不错 毕竟命是自己的 身为只要不出意外 就能永生不死的僵尸 那就别去乱惹什么意外 特别是这种打不过的 只要自己苟一会 等着四目和一修发威就行了 黄族僵尸跟在后面也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即使这速度都没比老奶奶走路快多少 可能是这黄族僵尸 从骨子里就习惯了前铺后拥的生活 凌峰带着黄族僵尸绕了小半圈 才偶遇了一修和四目 当时四目从床底下 拿出一把小小玲珑的宝剑交给一修 自己又拿出随便就好的超大号大宝剑 之后 立刻就回到了刚刚大战的房间 甚至都做好了凌峰被撕碎的心理准备 没想到过去别说战斗了 连尸都没看到一个 到外面转了一会 才发现那两个一前一后在跳的僵尸 但两人暂时也没想那么多 特别是四目道长 操起他的特大宝剑 三步并坐一步就挥向黄族僵尸 嘴上还喊着 师弟别怕 我来救你 整个剑上竟出现一股幽蓝色的光运 在剑刃之处 还有一丝丝流水般的光泽影线 剑剑更是闪亮着蓝光 今天 他要物理驱魔 第十一章吸干黄族僵尸临风 瞬间安心了 这四目道长果然还是有东西的 一剑斩下 空气中甚至像被切开了一般 发出尖锐的破孔声 完全想象不到 如此巨大的宝剑 能展出这种声音 一修拿着自己手上小小的宝剑 怎么看怎么不行 但纠结了不到两秒 他也决定先看看情况 咚 一道浑厚巨大的声音传来 特大宝剑砍在了黄族僵尸的脖子上 剑哥拉着黄族僵尸的脖子 却好像在割铁一般 发出那种刺耳的声音 黄族僵尸脑子一歪 再次加注 尸爪连续挤抓 打在剑身上 没几下就把剑抓出几个缺口 凌峰也不言了 又是从天而降的一脚 踹在黄族僵尸身上 黄族僵尸倒飞出去 好 起身发出怒吼 他居然被背叛了 四目有点心疼的看着自己的特大宝剑 他好像生气了 凌峰点点自己的僵尸头 低声回一句 好 应该是你把他打生气了 忽然 黄族僵尸对着凌峰扑来 而凌峰和四目离得近 四目以为是扑向他 再次挥着特大宝剑连砍几剑 哐当 哐当 特大宝剑又断了 断成了三段 啊 我的剑又断了 四目满脸悲伤 瞪大眼睛 满眼是难以置信 他今天的损失太大了 不知道还要赶试多少趟才能赚回来 黄族僵尸的攻击 不会因为四目的悲伤而暂停 立刻伸手抓向四目 凌峰赶忙架住 四目道长就跳 边战边退 很快就退回了千鹤泡糯米水的房间 此时的千鹤还没醒 但已经被加勒捞起来了 又照顾到清清 给千鹤道长包上几件衣服 加勒 用糯米水泼他 注意别泼到你试书 四目和凌峰等两人一时退回房内 是 师傅 加勒立刻拿上小桶 从那个大洗澡桶里装上大半桶水 对着门口处黄族一泼 糯米水淋到黄族僵尸的前身 从头到脚的溅出火光 噼噼啪啪的 四人一起上 不停的往黄族僵尸身上泼糯米水 虽然每一次的伤害不大 但最终这一大桶下来 也让黄族僵尸身上 出现密密麻麻的伤口 他的金刚不坏之躯已经被破坏 凌峰还感觉到 黄族僵尸的气息变弱了 便说出自己心心念念的想法 噢噢噢 你们压住他 我把他的湿气吸了 就能结束了 唯一听得懂僵尸话的四目 感觉有道理 立刻同意了 和尚 加勒 轻轻 我们压住这只僵尸 让凌峰把他吸了 四目和一休打头阵 冲上前 两人各抓住黄族僵尸的一只手 双脚一别 踢开僵尸的脚 奋力一压 便将黄族僵尸压在地上 僵尸后脑勺重重砸在地板 也就是僵尸的身体僵硬 无法发挥他的全部力量 才会这么轻易的被压倒 接着加勒和轻轻也一起压上去 刚起来一半的黄族僵尸又被压下去 四目和一休还控住僵尸的脑袋 不让他咬到任何人 现在敌弱我强 可以重拳出击了 凌峰一跃向前 趴在地上 张口咬在黄族僵尸的脖子上 刻一声 居然没咬进去 当时没和这黄族僵尸打 真是个正确的想法 凌峰用两个长长的尸牙 在黄族僵尸的脖子上探索 搜寻两个能让尸牙插进去的洞 回忆着被泼糯米水的尸体部位 两颗尸牙 一把扎进黄族僵尸的喉管处 那里有被糯米水打出的洞 足够容纳尸牙 黑色的尸器 从黄族僵尸的喉管泄漏 涌入凌峰的体内 黄族僵尸挣扎得更激烈了 但凌峰也出手了 一巴掌下去 给了他一个大臂兜子 这黄族僵尸体内的尸器 比凌峰曾经吸过的任何尸器都更精纯 甚至还夹杂着雷气和龙气 这才是最难得的 时间没过多久 黄族僵尸就被凌峰吸干了 那黄族僵尸整个尸体就好像泄气了一样 干扁下去 部分尸体都变成了粉末 相对的 凌峰的身形变得更为饱满 身上的黑毛都变得更为粗硬 估计也能像那黄族僵尸一样硬扛大宝剑 脸上的皮肤依然还是灰黑色 但已经没有了烂肉 眼睛也比较接近活人的眼睛 气息虽然更为凌厉 但看上去已经没那么恐怖了 站起身发出一声舒畅的低吼 四目道长四人也彻底放松 各自找个舒服的地方躺好 凌峰感知着自己身上的湿气 还想找出那股雷气的用法 控制着湿气在体内乱窜 却发现那股雷气完全无法掉动 甚至还发现了那股龙气也还没消化 从黄族僵尸至吸来的龙气 渐渐和那小王爷那的融合 估计身为一只黑僵 很可能是没办法用了 只能将它们消化掉 而要让这些完全消化可能还要点时间 留下一声啊呜呜 那个金冠我要了 我去消化消化 几步跳出房间 跳到原来自己放金冠的地方 扛着金冠回到地下的停饰房 打开金冠盖 自己躺进去 又给自己盖上棺材盖 就在盖上的一瞬间 凌峰似乎感觉到体内的雷气和龙气 与自身更紧密了 雷气和龙气似乎都在慢慢的化入身体各处 或许过不久 自己也能变成一只盗版的皇族僵尸 几天后千鹤道长恢复了行动能力 带上小王爷 再用一口木棺材 将皇族僵尸的碎块装上 原本浩浩荡荡的一行人 最后只剩下这两人一棺 棺材都从黄金棺材 变成了普普通通的木棺材 至于黄金棺材 几人都默契的没问 对于小王爷和千鹤道长来说 凌峰是他的救命师 付出一个微不足道的棺材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几日 四目除了在照顾千鹤之外 都在准备铜甲的材料 就算不把凌峰炼成铜甲师 也要给凌峰炼制一副铜甲 他四目这点信誉还是有的 加勒跟我去挖铜甲 四目带着一把锄头 喊上加勒这个苦力出发 他在很久以前 就将铜甲师和银甲师的材料 放在一个阴气浓郁的养师宝地 第十二章 我也要给师傅买一个一样的棺材 师傅 好累啊 加勒停下挖土的双手 在袖子上擦掉额头的汗珠 看着在监督的师傅 扶着要喊累 当时他看到师傅就带了一把锄头 还以为是两人轮流挖 哪晓得居然挖的是他 师傅一直在看 美其名曰监工 累什么呢 多少人求着这个累的机会 都求不来呢 天地间想要修仙求道的人这么多 我为什么选了你当徒弟呢 四目一手插腰 一手指指点点 就像一个带嘴的茶壶 加勒一货的挠头 可是师傅 我不是孤儿吗 是您捡回来的吗 知道是我捡回来的 还不好好干活 没有我 你都不知道被哪只狼叼走了 还有 我刚给你说的阴帝 童甲是那些气柱没 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害怕老师考察功课 加勒瞬间充满了力量 埋头苦干 挥舞着锄头继续挖 不多时 挖出一个特制的木箱 加勒小心翼翼的将它拿出 交给自己的师傅 嗯 回去吧 四目确定好试铜甲材料 便让加勒抱着 回到家 四目就让加勒打下手 从旁协助他练制铜甲 这次教的都是满满的干货 一点都不带水的 几天后 经过三七二十一次的练制 是用铜甲成型 师傅 为什么练铜甲 而不是铜甲师呢 加勒忍了好几天 一直到最后铜甲行程 才问出口 你师叔还能走得更远 铜甲师只会限制他 四目答道 但还有别的原因四目没有说 单单练制一副铜甲 可比练铜甲师轻松多了 敲号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铜甲只需要准备好的那些铜 再刻画一些道符 而铜甲师不只要这些铜甲 还需要大量的药材 还要刻画更精致的道符等等 再说了 09师兄当时也只是说练铜甲 这不是要遵循师兄的命名吗 太阳又一次落山 阳气减弱 阴气上升 迦勒走进地下室拍拍金棺盖 师叔天黑了 可以起棺了 说完就退到某个棺材后 免得林峰起棺的动静过大 误伤到他 几个呼吸后 棺材盖自然的滑落到地上 却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 林峰直立在棺材上 几天的消化 那些为数不多的龙气 已经融入僵尸体 不是龙气好消化 而是量太少太少了 只是些前朝遗族 又能有什么龙气 勉强能给他们一个皇族的称谓 已经是给面子了 而雷气 却好像没什么变化 依然混杂在湿气深处 难以调动 也不好融入僵尸体内 不过除了这些 林峰还能自主的控制棺材飞行 僵尸该会的技能总算是会了 给迦勒一个湿眼凝视 吓得迦勒起鸡皮疙瘩 林峰跳出地下室 跳到四目的房间 在他们的帮助下换上铜甲 铜甲在你晋升飞香之前 还是能用的 四目心疼的看着送出去的铜甲 即使安慰自己 也还是充满了不舍 多谢师兄 以后遇到合适的僵尸 就介绍给你 僵尸雨 又几天后的晚上 适应了铜甲的林峰 也该回去了 躺在金关内 林峰控制着金关 飞往人家镇九叔的一桩 金关之上仿佛长了双眼一样 左一扭右一歪 避开林中的一棵棵树 速度很快 一个晚上就飞了一半的路程 临近天亮 太阳将要升起 林峰控制着金关树植 对着地下高速旋转 不一会就钻进了地下深处 就是有点可惜 金关粘上了不少泥土 碰得石头还磕破了几块 白天过去 太阳下山 林峰再次起关出发 后半夜到达一桩 金关轰得落地 掀起一大片尘土 地砖碎裂 地基都砸下去一层 抱着不吾蛇 睡觉的文彩都被吓醒 好不容易做的美梦 在梦中突然出现一只僵尸 就要咬它 僵尸来了 沉睡梦中惊作起 文彩仔仔细一听 却没什么声音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正想着继续睡个回笼觉 却又听见一道浑厚的声响 很熟悉 像是棺材盖落地 林峰打开了棺材盖 跳到大厅 没有闻到九叔的气息 唯一的人气 只剩下文彩 文彩已经起床了 鼓起勇气向声援处走去 林峰也跳向文彩 二者双向奔赴 碰面时 差点把文彩吓尿 整个人都瘫软下去 虽然林峰微微有了点变化 文彩还是认出来了 主要是当初文彩 他偷偷摸摸地 在兽医僵尸符上 做了一个小记号 忽然想起师父临走之前的胶带 文彩捶几下自己发软的腿 小心翼翼地对林峰说 师叔 师父在离开之前 让我告诉你 他去了隔壁镇帮忙 对付马贼入侵 如果您回得早 就让秋生带您过去 林峰也没再吓他 点头示意自己了解 跳回金棺内 控制棺材盖好 让金棺在文彩头上飞几圈后 这才满意的 在文彩震惊的目光中离去 师叔好帅 不知道我能不能学 这金棺也好漂亮 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给师父买一个差不多的 文彩注视着停尸房的方向 刚刚那一幕 给了他很大的震撼 明天他想和秋生换一个了 说不定就能体验 飞一般的感觉 第二天 秋生刚到 文彩就迫不及待的和秋生分享 你是不知道 昨天晚上师叔太帅了 控制着金棺飞 你看看这样方形的坑 就是金棺杂出来的 文彩还在不停的说着 昨晚的感受 最后还直接提出换一个工作 他去带着凌峰到隔壁镇 如果秋生没有听说这些 说不定就直接同意了 但是现在 秋生说什么 也要亲眼看看 那能飞的金棺 即使不能坐上去 就这样看着 也够他吹十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师父说的每一句话 作为徒弟的我们都要认真听从 我还听说 师父可不止我们两个徒弟 在隔壁镇还有两个 也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了 我们两个可不能被别的师兄弟比下去 经常出门的秋生 还是比文彩了解的多一点 文彩右手抓向自己的蘑菇头 疑惑到 可是 你前不久不是不听师父的话 去找女鬼吗 秋生一下就慌了 小心的看着周围 才想起来师父已经不在了 第十三章 没一个能打滴你知道隔壁镇怎么走吗 你知道师父具体交代了什么吗 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带路 秋生又适时打败了文彩 入夜 秋生悄悄停尸房的金官 是说天黑可以起关了 金官缓缓升空 给了秋生一定的躲避时间 随之飞入院中 看得秋生一阵羡慕 这可比骑自行车霸气多了 跟着走出停尸房 又从某个房内找到一整套缩衣 凌峰此刻也从棺材中跳出 来到房内 就看见一脸羡慕的秋生抱着 缩衣 秋生也是才看到凌峰 几日不见 师叔您更强了 师叔 这些都是师父让你穿上的 免得吓到人 细心的说着每一个事 又帮凌峰穿上缩衣 又递给凌峰一把黑伞 但凌峰依然没有让他骑上金官 路上秋生在前面骑自行车 他的后面飞着一口金官 所过之处纵想安静 没有任何生物和死物打扰 很快到达隔壁镇 往百万家附近 冰峰忽然停官起尸 这是感觉到有道士有鬼在 秋生听到动静 也停下自行车 有点兴奋的转身问 师叔 怎么了 有鬼吗 黑伞下的凌峰 显得格外的阴森 对着某个院子 嘀吼一句 吼 有 跟着九叔的秋生 最近也学过一点点僵尸语 虽然不会说 但是却能听得懂一些简单的词语 而林峰的确定 也更让秋生兴奋了 他早就想独自去抓鬼了 此刻更是有强大的师叔在身边 他更是不慌 师叔 我们进去捉鬼 秋生现在只可惜自己 没有把师父的道袍拿过来 只有一把桃木剑和几张符 显得自己不是那么专业 王百万一家人 此刻正等着毛山明捉鬼 忽然就看见一个黑伞之下 穿着缩衣的人 带着着另一人 跳入院内 虽然两个都不像普通人 毕竟大晚上的 还敢跳进他们这鬼屋的 要么是神经病 要么是大佬 但那撑着黑伞 看不清脸的 一看就不好惹 谨慎的问向另一人 你们两位是来捉鬼的 他们也是感觉到毛山明不靠谱 明明见到的是女鬼 但毛山明抓到的 却是一大一小的两个男鬼 秋生上前答道 这是我师叔 我师父是鼎鼎大名的九叔 我们就是来捉鬼的 不过你们能给多少 事还没做 秋生就介绍了自己的背景 再加上身边这个气势伶俐 让人不知觉感到发寒的师叔 足够抬高身价了 果然 那肥胖的王百万 听到九叔和师叔态度 立刻就不一样了 脸上从略微的不屑 变得羡媚 看得一人一世直犯恶心 秋生为了钱 忍住恶心 谈好后 才对凌峰说 师叔 我们上吧 就在这时 有两个人形物体 被扔出来 把房门都撞破 其后还有一群 比较凶恶的鬼 啊 王百万家人 看着那群熟悉的鬼 立刻就被吓到了 一晃而散 凌峰轻轻一跃 抓住王百万 秋生感觉自己秒懂了 万一这些人都跑了 那他们找谁要钱 也抓住王百万的一个 年轻漂亮的小姨太 对面的鬼看见气势 不在他们一家之下的凌峰 一瞬间就停下来追人的脚步 毛山明 急急忙忙的躲在凌峰和秋生身后 凌峰抓着王百万跳向鬼群 看着那一家子鬼 漂亮女鬼 鬼仔 鬼母 鬼的父 鬼爷等等 没一个够他打滴 不怂了 迷鬼谨慎的看着凌峰 将他们两家的恩怨解释清楚 一旁的秋生作为凌峰的嘴巴 也听明白了指着王百万原来是你把家建在别人祖坟上 怪不得被翻下床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明天就搬走 王百万只能不停的认错 他已经听出来了 这九叔的弟子和九叔一样固执 可能是不会帮他了 自己还被这个什么诗书给抓住 更是不敢乱说什么 而凌峰 人魂是深 但基本上也忘记了自己是个人 面对这种事 自然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所以 各打五十大板 吸了这些鬼的一部分鬼气 再把房子拆了 将王百万一家赶走 但还没等凌峰动手 对面最暴躁的那个鬼的腹 已经张牙舞爪的向自己冲来 凌峰只能说 这鬼比那只狐狸精还勇 狐狸精好歹还用来法术 而这个鬼的腹 是想和僵尸肉搏 蕴含着士气的双手 一把抓住鬼的腹的脖子 送到自己嘴边 张口一咬 清凉的鬼气被吸入体内 而鬼的腹身形越发虚幻 父亲 那白衣女鬼慌了 为数不多的理智被抛到脑后 快速飘向凌峰 凌峰留下鬼的腹最后一命 没有让自己的尸毒和尸气感染到他 接着一把抓住主动送上门的女鬼 一口咬在他白的过分的脖梗上 清凉的鬼气又一次涌入凌峰体内 这鬼比那只狐狸精的颜值还要更高 吸的都更爽了 又留下他最后两成半的鬼气 然后将他一家人一个个打包吸了 却又不弄死他们 自己手上的王百万已经被彻底吓晕了 当时王百万看到凌峰露出獠牙 一口咬在鬼的腹上时 就已经傻眼了 凌晕之前还想着自己的钱还没花完 人就要没了 一旁的秋生看着都只剩下半条命 没什么反抗能力的鬼 还以为是师叔留给自己的经验包 把那小仪太放在地上 拿起桃木剑就要体验斩妖除魔 被凌峰拦下 将王百万抓出去 凌峰开启拆家模式 将整个王府拆得个七零八落 都看不出什么人能住的地方 对双方都算有个交代 九叔那边估计也能理解 自己不是人 而是一只人厌鬼闲的僵士 能以自己的脑子 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人没咬一口 甚至鬼也没死一个 做完一切 带着秋生回到棺材处 而秋生也趁乱从地上 捡到一张五把两的银票走人 毛山明跟在后面 多谢 却迟迟想不出怎么称呼两位 而且毛山明已经看出来 凌峰绝对不是人 秋生替凌峰一起回到 道友不客气 第一次学着师傅称呼道友 秋生感觉不错 似乎到了那个学习成年人的年纪 第十四章胜算七成 可以打阴森的夜晚 秋生和毛山明走在没有人影的街道上 在他们身后 还飘着一口金冠 在某个阁楼上 暗中埋伏的九叔 看着金冠 警惕性拉倒最高 刚想让平民百姓先撤时 却听见一个熟悉的说话声 往下仔细一看 九叔他在人家镇的徒弟秋生 以九叔的聪明才智 很快就知道金冠中的僵尸就是临风了 挥挥手 招呼着人下去 不用埋伏了 都是自己人 九叔走下楼梯 打开门 来到秋生面前 师父 秋生喜悼 最近发生的事 让他感觉自己成长了 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师父的认可 毛山明姿态放的比较低 主动问好 道兄 这时候 主角总是最后登场的 临风控制着金冠下落 棺材盖滑落 整个施力在棺材上 完全不讲任何的万有引力定律 把牛顿的棺材盖一次次的打碎 鬼啊 僵尸啊 飞官啊 众村民这才注意到恐怖的金冠 要不是九叔在 都四散而逃了 此刻所有的村民都表现得极为团结 争先恐后的躲在九叔身后 长得和阿威队长一模一样的阿强 更是抢了一个C位 师父 有僵尸 阿强拿着刀指向临风 还不忘记用着袖子擦擦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九叔只感到这些人太大惊小怪了 都说了是自己人 完全不像他这么触变不惊 打马贼还得靠天赋一柄胆大惊喜的自己啊 越想越觉得自己是多么高大伟岸 就连僵尸都能慕名挨头 还有谁 腰板挺直 相互介绍后 村民们收起武器放下防备 忽然有人从村外跑来 手上的火把的差点熄灭 来了来了 那帮马贼刚过了河中河 山外山就快到大树林了 九叔转向村民 似乎想看清楚每一个的最后一脸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村民齐声答道 就像排练过一般 立刻出发 临风 秋生跟我来 倒有请自便 九叔操起一把大砍刀 就向村外走去 临风向前跳一步 来到九叔身旁 口中吐出 九叔 我们吸马贼吗 将是与九叔略意思考 达到 这些马贼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可以吸 饥饿如愁的九叔 面对这样的难题 还是很快做好了选择 根据情报 九叔猜测那些马贼 都是些南洋术士 一般人都没法破防 如果让临风随意发挥 就能大大的减少村民的伤亡 临风控制着金冠 飞到大树林的埋伏处 将金冠藏好 其他人也都躲好 只等马贼就位 不久后 马贼骑马赶到 真马贼 九叔看准时机 命人拉上起陷阱 将马贼团赶到密林 限制住对方的马体 同时四面八方的涌出人影 将马贼团团围住 临风估计自己的骑马 有七成的胜算 完全可以打 便站在金冠之上 湿气托住金冠从天而降 压向马贼 那群马贼此刻的马 都跑不起来 被迫骑马而走 临风不想浪费珍贵的马体 控制着金冠落在一边的空地上 临风的突然出现 不仅让马贼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背靠背防御 也让村民们默默后撤 只保留着那的包围圈 一领头的马贼交叉 手中出现泥土色的粉末 两把撒向临风 粉末如雾般吹向临风 临风没有躲避 只是控制着不远处的金冠盖 快速飞来 挡下一切 粉末打在金冠盖上 溅起一道道火花 将原本金灿灿的盖 染上无数的小黑点 如果要躲 临风很轻松就能躲开 但是身后的村民就得受伤 甚至是死亡 临风可以不在意他们的命 但是不得不在意九叔的想法 金冠盖向前砸去 临风同时一跃 扑向那个领头的马贼 马贼可没有信心 能接下僵尸 扔来的金冠盖 纷纷像两侧风火轮一样 滚地而躲 刚好有个幸运儿 滚到临风脚边 这不惜了他都不合适了 一脚踢在他的腰上 伸出尸爪抓住 张口又咬在他脖子上 心斜的血一股股 涌入临风喉中 饥渴的肉体 得到了久违的鲜血的浇灌 高质量的术氏血 很快融入临风的每一处身体 这时候 临风才知道 自己这僵尸致体都快平血了 只是吸收氏气 腰气 鬼气等等 升级的太快 身体的营养都跟不上 有机会 一定要去那樱花开满的地方 减少负荷斜山下的人口压力 众所周知 人口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但是既然问题很难解决 那就把发出这个问题的人解决 那问题也没了 如此还能减少污染 让蓝色的大海永存 没有他们就没有河污水 剩下的马贼 想跑都跑不掉 每一次跑到村民不远 就立刻被赶回去 只能留在中心静静的等死 临风也不慌不忙的 将所有人一个个吸干 直到最后两人 临风正要下嘴 身后忽然出现两根不明物体 紧紧的捆住临风的脖子 九叔就等在此刻 附上自身灵血的钢刀斩断头发 同时拉住断发 快来人一起拉 九叔的几个弟子反应很快 随着九叔斩断另一根头发 紧紧拽着 几人同时发力 树上的巫女被拽下地 砸出一个浅浅的大字 一村民眼神一亮 跳到女巫身上压死 有胆大的带头 其他村民也纷纷压上去 还有的甚至开始动手动脚 上下求索 啊 蟑螂 老鼠 毒蛇 压在最上面的暂时还没什么 但最下面亲密接触的那些 都付出了小小的代价 命没了一大半 有的这辈子已经是直了 九叔都无语了 快速上前 将符传贴在巫女头上 钢刀和一把闪亮的铜钱剑 架在她的脖子上 你们如果不想活了 就继续趴着吧 村民一听 立刻就耸了 退得远远地 还不忘记把那几个直了的好兄弟拉走 这时候 林峰也吸完血了 刚到巫女旁 第十五章九叔 我把巫女给您带来了三团黑气之中 却都有一双新红的双眼 这些都是巫女精心炼制的 将一怨灵放入阵中 再杀数千人一记阵 血气和那无尽的杀气 被怨灵吸收 怨灵化为恶鬼修为 堪比0.5个四目道长 大概5码水平 四目 老子当代物理驱魔第一人 就这么没有排面 但更强大的 巫女就控制不住了 看着这三团黑气 九叔更是愤怒 他知道这可能是几万人的命啊 钻井的拳头 眼神的怒火都能烧死巫女 我对付这妖女 你们去拿下那些恶鬼 其他村民都走 花音刚落 铜钱剑化作一道金光射向巫女 巫女一个后空翻躲开 刚起身 便打开她的斗篷 斗篷一扫 密密麻麻的蛇鼠虫椅 朝着九叔盖气 由于九叔也没带多少装备 两人短时间内都无法送走对方 但九叔却一直拖住巫女 让那巫女连续几次的神仙索都没跑掉 林峰随手抓住一只 向他冲来的勇敢恶鬼 揉成一团 看着好像一个巨大的 散发着黑气的身腿瞪眼丸 凡人吃了 可减瘦百年 鬼吃了 可增加修为 僵尸吃了 也可以转化为尸气 一口吞下 没什么口感 只有喉咙似乎卡了一下 但很快消化 九叔的弟子们正在被恶鬼追杀 而其他的村民们 严格听从九叔的吩咐 逃得一个不胜 那速度 参加奥运会都是破纪录的存在 林峰看着和巫女打敌 有来有回的九叔 不打算去干扰他们 纵身一跃 再次抓住两只恶鬼 两口吞噬 还是没什么胃 吞完两只恶鬼 也没有打嗝 这时候 林峰才发现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正常的食物了 甚至都没有要吃东西的想法 每次吸血时 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村外 刚过河中河 大树林边上 几道人影在月光的照耀下 显得更为阴森恐怖 渐渐靠近 原来那是一阴栏邪修 履脸鸡眼小日子狐 手拿一柄黑白魂翻 上面刻画着白骨骷髅像 周身黑气萦绕 身后还有几只僵尸在跳 月光之下一身绿毛 清晰可见 那邪修呢喃着 林九 我们本井水不犯河水 可你坏我好事 就由不得你了 这一次就是他找来的南洋树士马贼 同时也是他偷偷摸摸的 将马贼席村的消息传给村子 目的就是要九叔和那个巫女打起来 然后他再坐收渔翁之力 偷袭两人 两个修饰炼制的僵尸 可比任勇威更强啊 邪修摇着铃铛 并不急于赶路 另一边 九叔和巫女都经历了一番酣畅淋漓的战斗 额头不满细汗 巫女的胸脯微微起伏 九叔年纪更大 现在已经开始像老牛般气喘 手上的钢刀都断成了刀柄 林峰正式发挥了护道淋漆的作用 插入九叔和巫女的战斗 从后面偷袭 披天盖地的一抓 抓了个空气 巫女是早有准备 几米外都闻到了林峰身上恶臭的湿气 转身一躲 又从怀里拿出一把不明物体 撒向林峰 棺材盖离林峰太远 而巫女伸手灵活速度太快 林峰没躲开 中招了火花霹雳啪啦的在林峰身上闪烁 好好的兽衣都被烧掉一半 甚至身前额黑毛都被烧去了毛间 有这么一刻 林峰又怂了 只可惜九叔没带好装备啊 差点受伤 林峰不打算继续上 就站在后面看着巫女 他想走让她走 然而巫女看林峰的眼神 就和九叔看巫女的眼神一样 恨不得要吃掉对方 山居 巫女怒吼一声 双手弯曲在身前 手指指数一个中指 接着指向林峰 那被斩断的两根辫子再次生长 林峰心中出现一股后悔 当时吸血应该背着点人的 现在这巫女的仇恨 都集中在自己一个尸身上了 连续绕几棵树 哪里树叉子多 就往哪里躲 巫女仇恨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异样 这僵尸居然有如此高的灵质 那就更要追杀了 展开斗篷 又放出大量的蛇鼠虫椅 林峰吐出一点氏气 便杀死靠近的所有毒物 边打边退 向九叔方向靠近 九叔已经从秋生身上 拿到了一把桃木剑 几张灵符 稍微休息一会儿 补充体力 再次走向巫女 远远的 却听见铃铛叮叮当当的声音 这种声音九叔很耳熟 那正是操控僵尸的 又有敌人 九叔停下脚步 拿着桃木剑 看向何中和方向 就见几个黑点越来越大 年轻点的秋生眼神好点 仔细一看 竟然是发绿的僵尸脸 急到 师傅 那是几只僵尸 九叔面容变得严肃 那不是普通的僵尸 那是有人操控的僵尸 不出意外的话 是个邪修 但还没等九叔准备好打 那个邪修 林峰就已经带着巫女到了 九叔 我把巫女给您带来了 僵尸与林峰在前面跳着 身后就是满身虫子蟑螂的巫女 九叔眼睛一凝 在童前剑上吐出一口舌尖血 童前剑再次发出耀眼的金光 远远的 林峰就感觉到了刺骨的威胁 九叔给了林峰一个眼神 将童前剑射向林峰 林峰转身一跃 跳向巫女 那巫女没想到 这个一只跑 从不敢正面和他打敌僵尸 居然敢靠近他 一时间没有准备 差点撞个满怀 林峰立刻伸出邪恶的左手 搂住巫女打腰 右手抓向巫女的脸 闻着巫女身上的体位 充满了食欲 真香 她的血一定很美味吧 而巫女心中想着 来得正好 头发仿佛也充满了仇恨般 又快又紧捆住林峰全身 同时一手掀起豆篷 就要盖住林峰 豆篷的靠近 让林峰感觉自己的脑子越发沉重 身体都好像更僵硬了 强行发出一身僵尸之力 抱住巫女转了半圈 刚一转巫女就看见了林峰身后飞来的金闪闪变铜钱剑 挣脱将尸手 想要走 却发现自己的头发绑的是真的紧 再次掀开盖了林峰一半的斗篷 扔向铜钱剑 那铜钱剑却像烧红的铁一样 轻松透过了斗篷 再来不及躲避 铜钱剑一把插入她的心脏 我做鬼也不会 第十六章要不算了 巫女的遗言还没说出一半 林峰恢复精神 一口咬在她那黄辉的脖子上 一身精血精气等 不受控制的涌入林峰喉中 又完成一个几十亿的大单 将变成干尸的巫女撕碎扔下 林峰扎把嘴 这些可比那几个马仔的质量高多了 巫女被僵尸咬死 是再也没有变成鬼的机会了 没有替九叔捡铜钱剑 那不是一个僵尸该干的活 跳到九叔身旁 九叔脸色已经是微微发白 不是当时出战之后的红润 那一口精血对九叔身体的消耗 还是很大的 现在整个人好像都虚了一半 如果再和巫女大战 更快的就会结束战斗 大概只能坚持原来一半的时间 九叔喘起口气 让秋生把捡铜钱剑捡回 又对林峰道 林峰 我做你的官回去 把那邪修引回祠堂 林峰重重的点点将尸头 跳到金关附近 躺进金关 盖上盖子 试气拖着金关又飞到九叔身边 九叔在秋生和阿强羡慕的眼神下 坐上金关 风一般的飞往村子 秋生师兄 你有没有做过诗书的金关 和阿卫一样 楼南光形象的阿强问 没有 秋生美好气的说一声 忽然注意到 铃铛声似乎越来越大了 两人这才想起了 师父说的 把邪修引诱到祠堂 似乎 他们就是那两个倒霉的诱饵 跑啊 可惜马贼留下的马 一体都不剩 全被骑走了 两人只能靠两只脚跑路 不久后 秋生和阿强了好一段距离 那邪修才不紧不慢的感到 看着那几具干尸 和碎干尸巫女 邪修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检查了每一具尸体 发现脖子上都有两颗牙印 更是怒从心起 耗你个零九 自己养了僵尸 还要杀我印养了二十年的僵尸 我就说当时任勇薇 为何死得如此不对劲 原来是你零九拿我的僵尸 当成你僵尸的养料 原本看着巫女已经死了 想走的 但现在自己脑补之下 理智下降 怒气占领高地 控制着僵尸 快速远去 每前进一段 都会经走一片刚归家的鸟雀 直至祠堂 邪修被挣到的光照药 智商回到高地 又怂了 心力不由的嘀咕 要不算了 就饶他们这一次 下次看到再打了他们 对于自己的实力 邪修很有自信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如果打得过 早就杀过去了 不负他堂堂邪修之名 警惕的看着周围 邪修将几只绿江户在身前 自己躲在最后 越退越远 越退越远 鼻子一抽 清的尸臭味 作为经常跟尸体打交道的人 这股尸气 他一鼻子就能闻出来 绝对不是绿江 起码是个黑江 一转身 就看见一只恐怖的黑江向他扑来 那正是凌峰 本想着偷偷摸摸的 还以为不会被发现 结果又暴露了 就目前看来 身为僵尸的自己 攻击手段还是太少了 和个野兽差不多 除了扑 抓 咬 也就多了个湿气和飞观 邪修急忙用魂帆挡下凌峰的双爪 同时摇灵称 控制着那几只绿江 绿江往后一跳 刚好又把后背暴露 缓过来一半的九叔 加上秋生 以及其他的徒弟和毛山明 立即上去偷袭 五只脚一同踢向三只僵尸 紧跟着就是三张符 将三只僵尸定住 另一边 邪修的魂帆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即使帆里的恶鬼能帮他一起用力抵挡 但力量上远不如僵尸 咔嚓 魂帆从中间断裂 凌峰的整个身体压向邪修 邪修想要后退 秋生狠狠的给了邪修的老妖一脚 又咔嚓一声 带着一点点私人仇恨的一脚 将邪修的老妖踢断 邪修不受控制的进入凌峰怀中 脖子自然而然的送到了凌峰的嘴下 这都这样了 不惜都不好意思 张口一咬 很快又是一句干诗 凌峰是个勤俭节约的诗 剩下的魂帆中的恶鬼 以及地上的僵尸 一个都不浪费 一口一口的全部吸走 九叔也没有在意这些 自己的互道凌尸总是要成长的 比起新人写 明显吸这些邪修 恶鬼 恶妖 以及僵尸更能接受 此刻九叔只感觉草率了 早知道那邪修那么菜 他就不应该跑 直接打都行 吸完 凌峰能感觉到自己有所成长 但是距离飞江还是遥遥无期 没有一点近身的迹象 在那道金光进入凌峰身体后 九叔就能体会到凌峰的一点感受和想法 就目前来看 九叔还是很满意的 除了有点僵尸不该有的耸外 其他的还不错 九叔安慰到 飞江已经有几百年未出现了 末法时代 我等修士也再难修成真仙 江士也难有飞江 凌峰点头表示理解 又问 九叔 如果你在灵气充足的时代 会是 江士语想起曾经师父的话 九叔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但很快又振奋起来 我师父曾说过 如果是一千多年前 那样灵气充足的时代 以我的资质 能够化尽为洞 化草屋为豪宅 还能通过天地悬门穿越时空 可谓一代真仙 这既是他的遗憾 也是他的骄傲 秋生听完只感觉自己的师父势在炫耀 毛山明和九叔的其他徒弟听完 只感觉自己恨不得五体投地 凌峰听完 九叔 我信你 等我再活几十年 看看有没有个草庐居士 再和他穿越时空 混到一千多年以前 秋生 你带着师弟们收拾好祠堂 明天就跟我回人家镇 在这个镇上的弟子 也只是临时收的记名弟子 而且资质也一般般 悟性也好不到哪去 留下一本入门法诀就差不多了 等他们学的差不了多少 估计没有那一天 自己走后 这里的弟子应该又回到了从前 或许只有那一天想起来 才会继续看看这法诀 是师父 秋生走到邪修的干世身旁 对他指指点点 你这邪修这么菜 充其量就能打敌文才 难怪连个名字都没有 第二天晚上 月明星稀 没有乌雀南飞 不用绕树三扎 还找不到可以站住的枝条 九叔又坐在凌峰的金冠之上 认真的体验一把飞一般的感觉 秋生羡慕完 又骑着他的自行车在前面引路 强大的阵容 没有那个不开眼的女鬼 敢坐在秋生的后座上 第17章是什么人下的九叔不敢在家 人家镇一桩 晚上连夜的赶路 除了凌峰 都有点疲惫 九叔和秋生一回到一桩 就立刻躺床 作息逐渐僵尸化 中午 一女子站在一桩门前 她头戴粉色花边头巾 身穿花绿外衣 手上还提着一个竹篮 里面装满了各种瓜果糕点 全都是九叔爱吃的 推开门 进入院内 就看见一蘑菇头在扫地 你是师兄的弟子吧 我是你是M 姑 我师兄呢 文才看到进门的女子 感觉没人挺挺好看 也没怀疑其他的什么 就指向九叔的房间 我师父昨晚刚从隔壁镇赶回 现在还在休息 说完便不再理会 拿出一框碎米开始喂鸡 她也还没见过这个师姑 师父也没说过有志人 而且初看长得也一般 或许换个妆容好看 那女子也不在意 拿出一份糕点和几十文铜钱 塞入文才味鸡的手中 文才感受到铜钱的重量和良意 那是亲爱的师姑给她送的温暖 放下喂鸡的碎米框 再次看向师姑 她现在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这师姑是越看越漂亮 美丽大方的师姑 我这就带您去找师父 您不知道最近师父她 一路上文才滔滔不绝的 把九叔的事迹说出 恨不得把九叔底裤的颜色都说出去 那女子是越听越开心 嘴角的幅度越来越大 果然师兄还没有被那几个狐狸精勾走 她还有大把的机会 不枉她历尽艰辛 查到师兄的下落 又辛辛苦苦的搬家 对这个师子也满意 人虽然丑了点 但说话就是好听 是个人才 完了又给这个师子塞点铜钱 很快到达一间房前 熟悉的味道在女子的鼻尖 这里一定是师兄的房间了 这股味 让我想起了 曾经和师兄在山上学道时 那些快乐的时光 女子闭上眼睛 仿佛在享受些什么 脸上竟是陶醉沉迷 这副模样 让文才打了一哆嗦 这师姑怕是脑子不正常吧 难道师父就喜欢这种的 估计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才会对婷婷无动于衷 初见识的那一片白 深深的沟壑 就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 以己夺人 文才对婷婷做不到视若无误 所以她认为师父也是 只是不好意思说 如果这都没什么反应 那不就成诗书了 全身都硬 但该硬的地方 都不知道有没有 两人都在外面陷入无限的瞎想 没人打破这片短暂的安宁 房内 九叔此刻还在做梦 郑梦见自己以绝对的天资突破了世界的限制 在茅山市兄弟们羡慕的眼中飞升 飞升之后 又有无数的弟子前来恭迎 这些弟子无一不是一方世界的大佬 有的甚至能和道祖平起平坐 他们共同举着一块万界圣师的牌匾 牌匾的材料都是她没听说过的 但一听都是些了不得的东西 在不远处似乎还有一个万界圣师 似乎幸悦 就在她享受这片美好的时 鼻子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胃 她下意识的就要跑 就要躲 还没好好感受弟子们的孝敬 就被吓醒 猛的坐在床上 嗅觉在此刻灵敏到了极致 熟悉的味道 让她想起来了曾经在茅山修道 还要辛辛苦苦躲师妹的心酸日子 没错 就是她躲了那么多年 还是没躲掉 亏她换了好几个小号 又收了那么多不省心的弟子 不行 平道心中有感 九泉的弟子要出事了 平道要去九泉一趟 赶紧穿好衣服裤子 正准备跳窗而走 门开了 九叔尴尬的把脚从窗下挪开 这顾师妹 走啊 师兄 修窗呢 也还是那么的天才 什么都会 这顾一脸温柔 对着九叔不停的放电 真正的大事 不需要别人说什么 自己脑补 就能把自己攻略了 文才敲咪咪的退出去 不打扰师傅的二人世界 今天她已经是智商的极限发挥 九叔无助的看着文才退走 心里那还不明白 是文才把人给引来的 强行走出房间 再和这姑师妹单独的待在房间 她可能要疯 师妹 好久不见 上次见面 还是上次 走到院中 九叔不知道说什么 尴尬的瞎问一句 师兄 自从我下山以来啊 就一直在找你 这姑一边说着这些年的事 一边还不忘记把糕点和水果喂给九叔 九叔拒绝也不是 吃也不是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这姑塞满一嘴 味道不错 但是九叔不敢接受这姑好意 好意翻睡就才熬到傍晚 这才将这姑送走 这姑也不想走 但是她今天刚搬家 还有很多事要做 文才狗腿的上来问 师父 那是师娘吗 一旁的秋生也是一脸期待的看着九叔 有个师娘 师父就没有那么严厉了吧 九叔没好气的取下鸡毛胆子 他是太久没有教育弟子了 让他们都忘了鸡毛胆子的威力 秋生和文才见状 立刻就怂了 就在这时 门口又有人敲门 是九叔骂 你弟子的信 九叔想到什么 立刻走到门口 接过信 一看 果然是九泉那两个弟子的信 他在那里还有个驱魔道长的小号 拿出一些铜钱 交给送信的人 多谢小哥 这是我的信 秋生文才也听到了 心中有点庆幸又有点不安 庆幸的是还有人和他们一样受罪 不安的是 如果那些弟子的资质比他们还高 那师父会不会不要他们了 对于自己的水平 我们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师父 您是不是 秋生和文才小心翼翼的问 九叔看着信 头也不回道 我们师徒之间 不必这么拘束 有什么事直接说 两人燃起了一点希望 师父 您是不是要走了 能不能带上我们 让我们好好照顾您 帮您捉鬼打僵尸 九叔看完信 将信只好收入怀中 拿起竹棍 挤棍子打在两个徒弟身上 能不能好好说话 什么我要走了 说出去还以为我要死了 有两个徒弟说有僵尸 让我去看看 至于在哪就不和你们说了 你们就别去了 明天好好帮师姑搬家做事 第十八章一路向北九叔 不再理会秋生和文才 自顾自的开始收拾行李 这个人家镇 是一晚上都带不下去了 今天晚上连夜走 九叔已经想好了 乘着金关 几个晚上就能到九泉 那里的小号绝对没有暴露 最近是过得太安逸了 在人家镇住了太久了 另一边 凌峰已经起关 站在屋顶 开始试着拜月 清凉的月华被凌峰吸入鼻孔 每吸入一道月华 都会有一道灵台清明之感 实力上的提升还是几乎没有 毛山版的僵尸吞月爵的特色 减弱了月华对僵尸实力的提升 但却能提高僵尸的灵质 还能减弱僵尸对鲜血的依赖 这与其他的邪秀完全相反 邪秀对于实力的提升 都不惜一切代价 更不会顾及常人的小命 凌峰吸着月华 总感觉自己的智商逐渐回到了巅峰 自从变成僵尸后 自己总是会忽略很多东西 但又不知道自己忽略了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发习惯了僵尸质体 刻印在灵魂的人性 不知道剩下多少 前世的记忆 就像喝了兑水的孟婆汤一样 遗忘的越来越多 至今贴脸才能想起来是什么 以前总是懒得拜月 看不上拜月提升的实力 自己拜月一百年都可能比不过 吸纳一个任老太爷的量 而今晚刚起关就不自主的开始上房拜月 吸了几个小时的月华后 灵台清明了 这才发觉自己正在拜月 这是越发向僵尸靠拢了 都快控制不住自己了 僵尸与月华能让自己清醒 以后也不能懒了 这时候九叔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走到停尸房 还没进去就感觉到一股冷气 变天了 怎么比以前还要冷 正考虑要不要多带点衣服 才注意到拜月的凌峰 难怪变冷了 放下手中的行李 对着凌峰大喊几声 凌峰立刻跳下屋顶 听九叔一说 才知道要去酒泉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还其他的什么 隐隐约约记得贵州也有个酒泉来着 是不是一个地方 死了 都死又活了 曾经的记忆都有点混乱 散去杂念 把九叔的行李搬到金关盖上 自己继续躺关 盖上盖 等九叔坐上金关后 飞往九泉 只可惜不能睡个回龙关了 山路上 为了避免吓到人 飞的一直都是崎岖的山路 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 九叔往哪走 江世宇先转向西 再一路向北 第二晚继续出发 林峰 接下来向北飞了 好 我一路向北 江世宇 离开有小师妹的季节 九叔莫名补了一句 九叔 你累吗 江世宇死去的记忆回归 把林峰的脑子拉回 九叔说他好累 最近为了照顾林峰 特意晚上出行 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熬不住 林峰表示不行 九叔最多就是在棺材上做久了 导致腿麻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在九叔脑中浮现 那时的他刚出山 还是一个谨慎的青年 在几个师妹的不舍中下山 细数惭愧 自己似乎对不起几个师妹了 还有曾经的初恋未婚妻 如今已经嫁为人妇了 现在想起来 他们的侧脸还是很美 山景一直在后退 金官的周围 没有他的后悔 他领久一生 求道之心 无人能撼动 林峰 加速吧 士气拖住金官 快速飞过一条河 一座山 坐在山上的雕 望着金官远去 又回到了他的老窝 一间民国时期 民国风的豪舍旅馆中 由于前真人和无真人不合的争斗 无真人没有抢到生意心中不服 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僵尸 那僵尸被无真人通过毛山秘术 同时还为了自己的道士领血 原本普通的紫僵 被快速拔高 变成黑僵 无真人的实力 比当初那个无名邪修强得多 短时间内所制造的黑僵 仅仅只比任勇微弱一线 僵尸被放出 但很快 僵尸超脱了无真人的控制 开始到处咬人 一时间尖叫声 狮吼声 连绵不断 到处在咚咚咚 原本豪华的旅店 很快被破坏 各种表面上看起来名贵的瓷器 字画被打碎 桃子楼梯扶手 前台的木桌等等 无一幸免 巨大的声音 最终把房间里休息的酒书吵醒 没有起床气的他都被气出了起床气 穿好衣服 打开门 正准备好好理论理论 就看见一只黑僵在蹦达 黑僵前面还看见了两个熟人 前师弟 无师弟 前真人 无真人听到熟悉的声音 转身一看 只见林凤 呸 零九师兄 全身发出金光般的站在门口 师兄 无师弟 故意搞出这个僵尸来害我 前真人脑子灵活 既然林师兄来了 僵尸就不重要了 那他该做的就是先发制人 把事实说出去 无真人慢了一步 只见师兄那严肃的目光 他知道这个师兄一直都小肚鸡肠 不是 是饥饿如仇 眼力绒布的沙子 自己这么干可能要没 师兄 先把僵尸解决 其中隐情等我们 啊 僵尸要咬到我了 为了挽回师兄的一点同情 无真人甚至不反抗 向他扑来的僵尸 九叔跨步向前 一个飞踢 将那只黑将踢倒 这才呵斥二人 你们二人自幼不合 现在还不惜用秘术练僵尸 来害自己的同门师兄弟吗 一巴掌打在无真人脸上 留下一个大大的红色巴掌印 这僵尸 你为了不少自己的灵血吧 当初九叔在毛山时 也是和无真人一起学过这方面的道数 后来有了凌封后 也有想过喂点血 那和凌封太能干了 出门一次就变强不少 接着又偶遇马贼来送 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同意凌封吸了那些作恶多端的马贼 也省得自己的灵血了 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 就一点点的舍不得自己宝贵的灵血 哼 我会让师门的人把你们接走的 看来你们在毛山还没学够 掠过他们祈求的目光 独自走回房间 关上前无二人眼中那山代表希望的房门 第十九章驱魔到长小号上线关上门的九叔 立刻走到了金关旁 虽然是白天 但整个旅店的门窗都封得还好 一点阳光都透不进来 九叔不理解这些人 居然没有一个想着开门开窗 但既然那只黑江没问题 并且还能精神抖擞的追着两个师弟跑 那林峰就更没问题了 连拍几次金关把林峰唤醒 不告诉两个师弟 那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金关盖滑落 林峰立在金关之上明显的感觉到不是 疑惑的看向九叔 这明显还没天黑 还没到起关的时间 当僵尸都不能睡懒觉 要早起了 九叔解释到 起床吃饭了 外面有只僵尸 说到这个 林峰立刻就不困了 肚子里似乎都发出了不存在的咕咕声 林峰跳到门口 打开门 鼻子一嗅立刻感知到了新僵尸的位置 循着位向楼下蹦去赤袭 九叔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门林峰会开 当初自己还学了几次才学会 果然就像祖师说的 林峰绝对不简单 旅店的大厅已经被僵尸砸得个七零八落 前真人和无真人绕住而走 后面一只黑浆在追 绕一圈又准备上楼 两个人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就像大学生跑一千米一样喘 好不容易爬完楼梯 两人各自扶着一个角落 一个靠着墙 一个以着扶手 口中还在不停的喘气 吵了几十年的两人 此刻也没有争吵的力气了 原本正是跑得全身发热之时 两人却忽然感到一股阴冷 很熟悉 余光瞥一眼 就见两只僵尸脚 抬头一看 就是一张更恐怖的僵尸脸 下面无真人所练的 好歹也是刚死不久 粗看下去和活人差距不大 但这只僵尸一看就是死了几年的 那干枯的脸皮包骨一般 刚跑出的一身热汗 瞬间被吓成一身冷汗 此刻是左右为师 上下为师 丑僵尸开口了 林峰张口吐出僵尸语 你们躲我后面我乃是九叔师兄的最强护道灵尸 前真人和无真人对于师道都学的不错 两人听懂了并且大受震撼 师兄居然有如此高灵智的僵尸 甚至还有黑僵的境界 看来师兄付出的也不少啊 前真人认为九叔花了很多钱 无真人认为九叔花了很多钱 林峰认为这两个道士味道一定不错 有点想吸干他们 但又不敢 可恶的小日子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吸干他们 重复想着吸干小日子 这才降低了吸干两个道士的想法 轻轻一跃 将乖乖上楼的僵尸踢飞出去 成龙都不走楼梯 作为一只僵尸还要老老实实的走楼梯 那僵尸被林峰踢飞 正要发怒 起身就看见另一只僵尸 尸气交锋 林峰轻松获胜 虽然同是黑僵 但林峰也能压制的对面难以动弹 只能艰难的一点点向后挪去 扑向前林峰咬住对面僵尸的脖子 对方甚至都不敢抵抗 尸气找到了倾泻口 一泻千里 进入林峰的口中 很快原本看着如刚死一般的僵尸 变成了干尸 碎落在地上 只剩下一些骨架和粉末的碎肉 只能当气氛组的前无二人 该震惊的震惊了 都摆出一张震惊脸 看着对方 随后立刻变得面无表情 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也很震惊 不然就显得自己还没见识 一口同声说出一句 林师兄作为我们毛山的天才 有这么强的互道 还没说完就停嘴了 怎么能和对方说出一样的话 你学我 两人相互指着对方 又极有极有默契 说出同样的三个字 哼 承二 你 承二林峰在底下听着 这俩人不在一起很难收场啊 要几十年的感情 才能达到这么的默契 房间内的九叔 悄无声息的走到前无真人身旁 你们两个 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目光严肃的盯着两人 前真人和无真人 你一嘴我一嘴的解释 目的只有一个 贬低对方抬高自己 师兄 都是他眼红我争大钱 师兄 是他用不正当手段赚钱 所谓 与其提升自己 不如贬低别人 大概就是如此 九叔被两个人的垃圾信息干扰 在一群杂乱的信息中 找到真相 那就是 他真被这些垃圾信息干扰的 完全分辨不出来了 一怒之下 以术法沟通茅山 将前无二人性命相征 还不惜用僵尸的事报上 你们两个 回茅山吧 谁对谁错 就交给师门了 莫了 九叔还提醒一句 听说大师兄最近又回到了茅山 前无二人更慌了 脸色刷一下就变得惨白 大师兄可是号称雷电法王的男人 寻常黑江都挡不住他几个闪电奔雷拳 特别是比林 师兄还要小肚鸡肠 会不会把他们当僵尸批了 两人正准备求情 九叔却招呼着林峰回到房间 还早着 还能睡个回龙觉 林峰也能睡个回龙关 傍晚 前无二人替九叔交了房费后 便踏上了前往茅山的路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前往茅山求道一般 心情一样的忐忑 九叔起床 吃个晚饭叫上还在拜月的林峰继续赶路 一路向北 临近九泉 九叔专门拿出一个特制的黑色物体 抹在自己的头发上 不一会儿 原本头发有点斑白的九叔 现在看起来起码年轻了十岁 还把头发改成二八分 透过月光 看着镜中的自己 九叔不易察觉的点点头 驱魔到长小号上线 乘坐着金冠 在午夜无人之际飞回九泉镇中的家 九叔的弟子阿兴和小月睡得很死 完全没有注意到家里多了一人一师 一直到第二天一大早才被九叔叫醒 你们两个 我一出门就偷懒 去趁现在太阳还没出来 我带你们去见一个师叔 两人被吓得没有一点睡意 很遗憾师父回来了 以后不能睡懒觉了 九叔带着迷迷糊糊的两个弟子 来到被关紧门窗的房间里 师父 这么阴暗的地方 怎么会有人住啊 小月疑惑道 不是人 是僵尸 你们师叔 啊 僵尸 两个弟子被吓得离第三尺 第二是张尖商和他的老肥鸟 几日后的午夜 九叔带着林峰 气氛组阿兴和小月 轻松解决了九泉出没的僵尸 在九泉的威武 九叔重回巅峰 闲着没事的九叔到处闲逛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来了 九叔 九叔 一肥腻的肩上兴致勃勃的邀请九叔 抛下那什么镇长公子 走到门口 威曲着腰将九叔揽入桌 给九叔连着倒酒加菜 脸上的肥肉笑出一点点褶子 阿兴和小月则站在九叔身后 九叔 我那酒厂有只恶鬼啊 搅得我酒厂不得安宁 酒厂工人都坐不安宁 我和佳琪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九叔酒没喝一口 菜也没加一点 能坐在这桌子上都是给面子了 恶鬼 我看是恶人还差不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 逼梁为娼逼人为鬼 你是自作自受 毫不客气的一顿呵斥 九叔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家伙不是好人 那鬼是这奸商逼死的 自然有那奸商承担恶鬼的报复 九叔离开饭桌 不给一点面子的走出门 九叔 九叔 您别走啊 虽然九叔很不给面子 但那酒厂奸商还得尽力挽留九叔 整个阵子谁不知道 九叔是个极恶如仇的得道高人 九叔都不帮他 那就没人敢帮他了 哎 奸商摇摇头 拍大着自己的大腿 很遗憾还是没有留下九叔 就在这时 阿兴和小月还没走 看着奸商那是闪闪发光 生意上门都不做 师父不做他们做 两人把奸商拉回饭桌上 给他倒酒加菜 老板 师父不去捉鬼 我们师兄妹去 奸商喝口闷酒 一脸的不幸 这两个人怎么看 怎么不像能出轨的样子 被九叔拒绝心情不好 看着九叔的两个弟子都不顺眼 就你们两个 你们行吗 阿兴触发关键词 行 怎么可能不行 师父会的 我也会 师父不会的 我还会 而且我还天生神力 说完还给奸商展示自己的肌肉 小月也在一旁劝着 我师兄跟师父学了多少年了 早把师父的东西学到了 不然师父怎么可能自己出去云游 而把我们师兄妹留在九泉 师父那是相信我们的实力 最近师父他回来 也只是给我们介绍认识的师叔 没几天就要走的 阿兴又补一句 我们的经验没有师父那么丰富 但是也更便宜啊 只需要三块大羊就能 那奸商也触发关键词 三块大羊 九叔至少要五块 现在看着九叔的两个弟子 怎么看怎么顺眼 一看就是能捉鬼的有道知识 那就麻烦两位了 奸商拿出一块大羊 交给他们 这是定金 今晚我在酒厂等你们 好聚好散 九叔不接的生意 他弟子接了 奸商回去后把情况给自己妻子说明 妻子却不敢相信的问 九叔的两个弟子能行吗 别捉不到鬼 反被鬼捉 哈哈哈哈 奸商哈哈大笑 喝一口茶 道九叔那两个弟子能不能捉鬼不重要 他们能捉鬼也好 不能捉鬼也罢 九叔不会看着他的两个弟子白白送死的 今天晚上九叔一定会到场的 这不就相当于只花了三块大羊 就买到了五块大羊的九叔 我们是大赚两块大羊 死鬼 还是你会啊 年方四十有余 一身肥镖的奸商妻子撒个娇 都是一只老肥鸟了 还那样依人 差点没把奸商恶心到 忍住呕吐的欲望 奸商看向门外那美好的风景 那是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九泉第一酒厂主 号称酒厂王的男人 使劲推开那只老肥鸟 差不多了 我也要回酒厂准备 提前等着他们 毕竟捉鬼还要靠他们 一溜烟的跑了 速度比大学生还快得多 老肥鸟 你难道 这老东西跑得还挺快啊 身体还不错吗 奸商一脸庆幸的跑到了酒厂 酒厂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 恶鬼都比家里的老肥鸟好 东 啊 鬼啊 别找我 是家里那死鸟们干的 你找它 是它害的你啊 奸商被吓得腿软 整坨肉都塌在地上 双手捂住眼睛 一点也不敢看周围 让一旁的阿兴和小月都看猛了 那声音是他们搞出来的 他们一不小心打翻了个木盆 阿兴眼睛一转 扶起奸商就说 老板放心 鬼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奸商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男人 那就不是女鬼了 放心的睁开眼 看到酒厨的两个弟子 都是一身黄色道袍 不是很合身 估计是酒厨的道袍 但鬼被他们赶跑了 他们真有点东西 多谢两位了 心里不是很相信 但嘴上还是要给面子 果然阿兴和小月一听 挥舞的桃木剑都更有力了 交给我们 你就放心吧 阿兴和小月各自站在祭坛前 开始演起来 由阿兴负责假装鬼上身 小月闭着眼精神 我好冤啊 你有什么冤屈 一一到来 阿兴和小月目前都没有鬼上身 而是戏精上身的开眼 配合的颇为默契 火得尖上一愣一愣的 忽然又出现一道女声 声音凄厉 阴森 空气好像冰绒化般下降了好几度 我冤啊 我本是一良人 绿 阿兴被吓到了 鬼也装不下去 尖上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在看到那飘在天上 熟悉的红衣身影 愣是没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挪动香仙般沉重的脚步 一点点门外靠近 只有小月没发现什么不对 还在继续审问 甚至还以为是师兄的演技提升 连声音都开始像女鬼了 一人一鬼 你一问我一答的 小月渐渐感觉到不对 这声音为何越来越凄厉圣人了 圣得他起鸡皮疙瘩 睁开眼转身就看到师兄阿兴 好像在提醒他什么 一直指着身后 仔细一看 那是一只飘在天上的红衣女鬼 鬼啊 陶木剑都没拿稳 差点掉在地上